第1981集 案上一群人心惊 尤其是年轻一代早已没有了言语 想讽刺 奚落都不能 因为没有那个脸皮 十号平和的说道 我给你机会再重新试试看 你 这五位狮子休脑震怒 他真的从来没有想到过 同代中会有这么一个变态 压制的他抬不起头来 一声狮吼代表了他的怒火 金色皮毛翻腾 黄色光芒澎湃震动高天 他全力突破 再一次临近进入斩我境界 要袭杀十号 然而 等他感觉到无比强大药撕裂十号时 结果又遭遇重重一击 被十号一巴掌震散强大气势 再次坠入深渊 敌人给他机会 让他攀升到极点 可还是不敌 这实在让他沮丧 惶恐 这是何其可怕的一个变态 居然强大到这一步 视他们这一古老无敌的种族为繁物 根本不在意 十号轻声叹息 看到黄金狮子时 他想到了一位故人 一位年少时的结拜兄弟 那都是在下界的九头黄金狮子 曾经年少 做了很多荒唐事 让人想笑又心酸 年龄不大时便离家 离开下界多少年了 这一刻他很想回去 想念石村 想念故人 我不红烧你 也不清征你 十号说道 并非富人之人 而是另有打算 想留着他成全九头黄金狮子 接着他看向岸边上的众人 耽搁太久了 我们也来做个了断吧 就凭你 也敢大言不惨 有人气笑了 恨他狂言 来了不少人吧 追杀我的大修士 有七成都聚集在这里 现在如果将你们一窝端掉 也算一个痛快的了断 放肆 银袍老者沉下脸 既然劝降无用 那么也就撕破脸皮了 他不会再去做无用功了 十号毫不客气的呵斥 放肆 哼 放你爷爷个头 你一个小崽子而已 乳羞未干 虽然天赋不凡 但还是嫩了一些 也敢大言不惨 如果不是躲在轮回池中 早杀了你了 有人冷冽的说道 带着轻蔑之色 黄泉路上多忧魂 各位 一路走好 十号悠悠的说道 竟在这里为他们送行 不好 快退 银袍老者等意识到什么 顿时面如土色 全都恐惧了 大吼着向远方逃顿 一些人猜到了十号要做什么 没有想到他竟敢这么的疯狂 因此而头发根发紧 一个个觉得从骨子里向外冒寒气 有人大吼着 逃啊 不要回头 有多远逃多远 不光是提醒石山上的人 更是在对躲得远处的修饰市井 但是这来得及吗 一些人慌张 十号昂首竟然是看向那头古兽方位 目不转睛 露出奇异的神盲 他在盯着那头古代的真龙 在对面的石山上 也有一块石碑 刻着天下第二四个古字 而在石碑上缠绕着一条粗大的锁链 通向半空中 那里锁着一头古兽 形如骨鳄 背负神指 头生龙脚 通体银色鳞片密集 散发着让人神魂不稳的气息 若是对他凝视 自身灵魂有一股要崩开的感觉 这是昔日的盖世古兽 没有一个人可以指使 只能匆匆一撇 便要迅速转头 不然的话会有杀身大祸 而现在石后居然张开了嘴 要在这里长笑 准备动用音波天弓 去惊醒这头古兽 这太疯狂了 超出众人的预料 因为想死也不应该如此才对 到时候将死无全尸 只要这头古兽复苏 必将天塌地陷 没有生灵可以在他那种复苏的波动中无损 多半都要爆碎 连他沉睡时 都已经让堕一境界的大修士心惊肉跳了 不敢面对 何况是苏醒呢 黄是个疯子 已经疯了 他不想活了吗 现在他又不是在绝境中 怎么会跟我们同归于尽呢 有人怒斥着 恐惧中也带着不甘 尤其是银袍老者 他已经够慎重了 之前都不曾登临石山 在确信十号沉入湖底后才上来 结果还是着到了 其实有一大批人都非常的谨慎 小心翼翼 之前时全都躲得远远的 远离这片石山区域 只因最后关头时 山上传来消息 黄金狮子掌控了一切 荒已经毙命 陈石湖底 他们才赶到这里 十号第一时间发出吼音 催动可怕的音波 冲击前方的石山那里 不是真正直接攻击 但是绝对算是惊扰了骨兽的沉眠 荒不要如此 不然的话你也要死 一些人面色苍白如雪 大声喝吼进行劝阻 因为劝住荒就是救他们自己 然而十号怎么可能停下来 血气滚冲长空 浓密黑色长发飘舞 毛子冷冽 在那里长啸乾坤 震动天地 人们绝望了 根本阻止不了他 可吼 吾问狮子你误会了我等 狮子该死 还有一部分人心中震怒 对黄金狮子充满了怨念 愤懑无比 因为 在他们看来 黄金狮子太自负了 他自以为已经掌控一切 结束了荒的性命 等于是误导后面一大批人登山 对于那些珍惜生命 一直谨慎小心的老油条来说 这无疑等弱遭受坑片 直接将他们引上了一条不归路 十号的音波中还带着闪电 运转雷地符文 已经是雷霆 在干扰这里的天地秩序 发出了爆鸣声 可以看到 虚空中赤声的闪电 一道接着一道垂落下来 每一根都粗大的惊人 声音震耳欲聋 这股波动太剧烈了 声音也太大了 不是在十号自己附近乍响 而全是在对面的天下第二石碑那里 轰鸣开来 同时他在动用大神通干扰那里的元气 引导石山窑洞 仿佛要崩裂了 那座石碑隆隆而抖 但不可能倒下 他发出了奇异的神秘符号 带动着绑在上面的铁链哗啦啦作响 声音铿锵 也有些刺耳 让一群逃亡的生灵下的亡魂接冒 还毛倒数 他们彻底绝望了 这样挑动起来的局面已经无解 铁链晃荡 毁灭之局没有办法破掉了 结局只能会走向惨烈 一群年轻人早已毛了 忍不住惊举大叫 我不想死在这儿啊 一些大修士也无奈悲叹 因为他们已经看到 那头骨兽被惊扰在复苏中 在那个地方 混沌气扩散 骨兽的身体动了 他体型庞大 遮天蔽日 那厚重的眼皮跟城墙一般 现在正在速速而动 这一刻 一股无上气息 席卷了天上地下 冻住了人的灵魂 割裂了群雄的机体 这才开始复活而已 就让不少强者受不住了 一些年轻的修士惨叫 身体四分五裂 被一股盖世霸气绞杀 有人渴血时 从嘴里向外吐内脏块 肉身当场就被压爆了 啵的一声 还有人额骨炸开 眉心淌血 那元神挣脱出来时 直接化作大片的霞光 蒸发为光雨 消散在半空中 这是绝望之境 没有办法对抗 一些人大吼着头啊 因为仅开始就如此了 若是骨兽睁开眼睛 会是何等可怕的局面 只是他们也明白 今日多半没有一点机会了 此受复苏 那气息可瞬间浩荡 无穷远的地方去 无远不戒 而在这里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 撕开天语 无法有效横渡 因为有座椅强大的法则守护 虚空门牢不可破 到最后一刻 还有打羞是不甘的 黄金石子你我等 这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怨念 原本敌手是荒 是那个可恨的少年 可是现在在一些人看来 导致他们如此的 却是黄金石子 很多人之前谨小慎微 不曾登山 只因无畏狮子坐镇那里 称主导了一切 逼死了荒 他们才去 能怪谁啊 只愿我等自身 荒他疯了 当然 更有一大部分人咬牙切齿 恨极了 时候想剥了他的皮 居然这么的不要命 第1982集 这时候忽然有人说道 他没疯 因为他有办法可以活下去 并且在此过程中 忽然有一些人 掉头风驰电掣 划成数十道闪电 重新冲向那座石山 这些人竟沿着原路回来了 顶着巨大的压力 随时会陨落 其中包括银袍 老者等 这是最强大的一群人 在这次的围猎大军中 为首领 一个个都战力惊人 没有低于对一境界中期的人 周围虚空崩开 形成一道又一道黑色的空间之门 带有更像是一柄又一柄黑色的天刀 助力在天地间 因为那头龙真的在复苏 大修士开启不了空间门 但是这头在古代真龙争霸中崛起的恐怖存在 却可以轻易撑开 这不是有意识的行为 只是复活中溢出的一缕缕气息而已 就要粉碎天地了 这一刻仿佛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它 这片世界这个大宇宙都容纳不下 它的真身噗的一声 这种黑色的能量波动非常剧烈 一刹那而已 就灭掉九成的年轻修士 他们暴碎形神俱灭 什么都没有剩下 只有个别年轻修士身在地平线尽头 一直离得很远 又在第一时间断走 故此侥幸还活着 但也都负重伤了 至于老辈人物 近前的也死了一些人 古代霸气盖世的龙族前辈 请你出手 灭杀群僚 这是时候的最后一声大吼 带着黄金狮子 他沉入了湖底 因为他不用去看了 也知道那些人的结局 当然 这样沉入湖底也是为了活下来 再晚哪怕瞬间他也得死 肯定要被那股威压碾成积粉 行与神都要消散 黄金狮子面部带着后悔之色 身体僵硬 金色瞳孔中写满震惊 恐惧 他彻底的僵住了 如同木偶一般被拖下来 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会是这样一个结局 财狱进来的人注定要全灭呀 没有一个人可以活下来 在他看来 黄实在太狠了 而且他的确很自责 若非是他自信满满 认为黄死在了湖底 后来那批人怎么会登山 怎么会来到近前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的确也算是刽子手 害死了一批大修士 黄金狮子怒吼咆哮 哇 我跟你拼了 想要跟十号同归于尽 想死 没那么容易 你暂且苟活吧 十号不在意 一巴掌落下 打断了他全身的骨头 强大如黄金狮子 居然毫无办法 差距颇大 黄金狮子金色瞳孔内 寒芒毕露 你想怎么样 说你没坐骑 日后在战场上驾驭你 跟异域群雄大战 十号很无情的说道 这并非刘晴 也不是真心想收坐骑 而是要奴役 留其性命 为他所用 用以震慑异域 因为 谁都知道 黄金狮子一脉 原本是九天十地的生灵 后来背叛了 引大军入关 反过来杀自己一方的人 现在十号这么对他 算是杀以警百 是一种残酷的审判 以警校游 给所有背叛者上一堂 生动而可怕的课 黄金狮子一脉 在异域地位极高 若是被人骑着上战场 说为坐骑 那影响将巨大无边 会引发大地震 大轰动 扑通扑通的 湖泊中传来一声又一声 落水的声响 溅气浪涛 足有数十人 全部一头扎了下来 正是最强的那批大修士 他们在最后关头掉头 逃回这里 不顾一切的投进湖中 想借此避恶难 来了 一群饺子下锅 我该尽情收割了 十号笑了 只是有些冷酷无情 而外面 天地狮色已经僵崩 要变天了 饺子 黄金狮子听得清清楚楚 虽然重伤遭受重创 但还是很敏感 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他清楚的知道 进入湖泊中的这群大修士 或许更可悲 居然被当成了一堆饺子 外界天地混乱 黑色的大裂缝密集 如同成千上万柄 黑色的天刀 灭世间一切生灵 无处可逃 就在这群大修士 扑进轮回池中后 乾坤崩 山河失色 一刹那天地 轻浮 一切都不同了 那头曾在古代真龙争霸中 神威震八荒的可怕强者 现在复苏了 那铁链在响 震动了整片的天兽森林 在石山间 生灵被清空 随着他眼皮的跳动 没有投进湖泊中 正在逃亡的修士都爆碎了 至于远处 最先逃走的那批人 也是机体裂开 仿佛严重到将死的程度 石山间 骨兽的气息太可怕了 脆枯拉朽 无物不破 根本就没有办法抵抗 投进湖泊中的那群人 胆破很大 实力超群 但是他们下场也注定 会非常惨 而逃到最远方的那群人 则也是道横高深之辈 性格相对保守 这两批人都是大修士 是围猎者中 座椅强决的人 现在夹在两群人之间的修士 最悲剧 实力不上不下 处境最危 一个个面无血色 浑身都是裂缝 哗啦一声 石山间 传来的铁链声响 竟然无远不解 哪怕相隔再远都能听到 涉人心魄 更加让他们胆寒 因为 此时铁链摇动的声音 如同来自地狱的催命之音 再请他们上路 每一个人都胆颤不已 这不是恫吓 而是真的要带走他们的生命 哄的一声 惊天动地的响声发出 所有人都明白 那头龙彻底复苏 他们心中最后一丝侥幸 都被击得支离破碎 石山上 铁链崩的笔直 头上插着一杆生锈鲜毛的骨兽 睁开了眼睛 一刹那 混沌铺天盖地 仙道之光席卷天上地下 这种力量太强大了 只是正常的复苏而已 就让世间其他生灵承受不住 全都要炸开了 跟以前折眠时对照 不可同日而语 这种自然外放出的气息太狂暴了 简直是要灭世一般 反应最直接的就是 淘尽天寿森林的众多修士 此时一个接着一个的炸开 血溅苍穹 强者发出的声音怒吼着带着不甘 但也仅止于此 而后便崩开了 之前侥幸残存 没有死掉的年轻人 此时则连叫都叫不出来 便在虚空中寸寸断裂 成为血泥 烟消云散 年轻的群体全灭 这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骨兽复苏 自然流转出的气息就压榻了天地 毁掉了成群成片的修士 有人嘶吼着 不 给我机会啊 面孔扭曲 无力的伸出手臂向前抓去 然后 后方一股气息冲来时 他便一寸一寸的湮灭 成为残血 他怎么会这么强 我都已经冲出那片区域了 天要亡我 有大修士咆哮 因为真的很不服 他的顿术极强 逃离了那片区域 冲进了遥远的古森林深处 可还是被一道光辉击穿了 碎骨混着血肉四溅开来 这是那头骨兽 睁开眼后射出的一缕光芒 正常的眸光 最初的绽放 竟带着一股原始战役 故此将他击杀了 毫无疑问 鼓兽在当年经历过一场 无法想象的可怕大战 被锁在这里 哪怕沉水无穷岁月了 可依旧带着昔日残留的杀意 故此 眸光出战 那个逃得最远的大修是陨落了 这是一场灾难性的后果 随着骨兽复苏 所有逃亡的修士都惧怕到极致 心中没有了希望 哄的一声 气息浩荡 伴随着混沌气 弥漫也不知道多少万里 卷阵跋簧 摇动星河 沉水间的一切 显得那么的渺小 第1983集 扑扑扑的 在轮回池还有逃得最远的那批大修士之间 处在不甘不尬境地中的那些强者 生命注定要失去色彩 他们的眼神定格在这一瞬间 许多人都被那股波动蔓延到了 在可怖的场景中 他们一个又一个的解体 原神炸开 可以看到 那片山林的上空 下起大片的血雨 染红苍穹 很明显 来到这块区域的修士远比十号想象的多 这个时候 死亡成为了清点人数的残酷磨音 仅一刹那而已 伴着骨兽双目睁开 方圆也不知道多少万里的修士全都爆碎了 行神俱灭 没有一点的悬念 血染的天兽森林 这片区域 到处都是强大修士死后的血迹 血雨飘落山地赤红 之前是谁都不会料到会有这么惨烈的结果 一头骨兽复苏 造成群雄毙命 相继爆碎 这是何其可怕的结果呢 如今 就是逃到最远处的那批修士 也都吓得颤礼了 并且重伤垂死 眼看也要不行了 这是非常强大的一批修士 全都在堕一境界高层 能够远逃 一是没有登上石山离得足够远 二是自身修为的确超凡辱胜 可即便如此 已经远去不知道多少万里了 但还是不能松一口气 依旧有十万仙山压顶之感 他们的机体在军列 在堂鞋 额骨更是缓慢碎掉 原神如同被天刀斩过 分成几个部分 要解体了 终于逃到最远处 最强大的一批人也大吼着 生命将终结 噗的一声 那一刻还是到来了 有人爆碎震动山河 满天血肉横飞 血雨腐蚀山川 让下方一片破败 轰的一声 有些大河震干了 翁龙一声 有的山脉成为了灰烬 在这漫天惊血坠落时 这里成为魔土 许多地狱毁掉 因为这群大修士太强了 他们的精血 有无法想象的力量 可是 这么强大的一群人 还是在毙命 一个又一个的倒下 只因那头骨兽觉醒了 他释放出的波动 便足以灭杀 这样的一群大修士 很快 那所谓的精血 燃烧化成精气 消散在半空中 很可怕 这些大修士死后 什么都剩不下 真正的灰飞烟灭 这种惨烈 深深的震撼了每一个人 顿一境界的大修士 逃到外围区域 仅剩下少数人还未死 在艰难逃亡 他们生出一股无力感 这样的生灵 别说对抗 根本就仰望不到 他究竟有多高大 面对他如蝼蚁 仰望天日 亦如同皮肤 面对苍隆 双方的差距 如同天谴鸿沟 那头骨兽 并没有动手 只是这样 外放的波动 就已经如此 他若是参战 那将是怎样的 一番情景呢 以天兽森林 这些强者的境界来说 无法想象 这头骨兽 西年跟人决战的盛况 扑扑扑的 猪皮逃得最远 残活着的大修士 也在一个接着一个的爆碎 少数幸存的顶级高手 也都跌血长空 先后陨落 这只剩下最后一两人了 剩下的人满身是裂痕 在那里大吼着 活不干哪 为何会这样 与此同时 天兽森林外围 更远处的山脉中 传来了长啸声 有超凡人物增援而来 山脉中有人贺问 发生了什么 为何要这样示警 因为天兽森林边缘的强者 看到了天空中 先后腾起血光 那时有人在以性命发出警告 当然 只有个别人成功 其他人早已炸碎了 并未来得及做出这种动作 逃亡出来的最后一两人 气血大吼 有一头骨瘦复活 我等死的差不多了 莫急 我等来了 他们居然敢临近这里 请不朽之血 解开封印 书写无敌发指 远方的山脉中 有一些人大喝着 解开封印 将神秘古罐中的璀璨血液 倒在发光发指上 顿时让那里腾起刺目的光 撕裂苍羽 然而 伴着天兽森林深处 一声巨大的咆哮 什么都不复存在了 天地崩碎 那所谓的无敌发指 当场崩开 那所谓的不朽之血 迅速燃烧 虚空都化成了阴红色 天地都被邪尽染了 轰隆一声 这个地方天崩地裂 万物凋零 山河都轻浮了 至于逃亡的最后一两人 还有山脉中 自信可以来此援旧的强大修士 全都化成碎块 成为血物 然后散成灰烬 古兽 一吼之威 这片森林被清空 这片天雨崩开 与此同时 可以看到一颗又一颗大星坠落下来 而后炸碎 混沌气澎湃 将这片山脉淹没 将这片天寿森林覆盖 这是无上神威 一吼之下 如同灭世 什么都不复存在了 一吼之下 天地轻浮 乾坤崩塌 这头古兽复苏 发出一声售吼 不同于以往 这一次的阴波 实在太恐怖了 将天寿森林冲灭 在石山正前方的区域 如同被离过一般 这可不是一般的大鹤 而是山地整体毁灭 前方的天寿森林 方圆也不知道多少万里 彻底毁掉 草木干枯成为灰烬 数以万丈高的巨山 如同海滩沙丘 一个浪涛拍过 成为过眼云烟 原本茂密的古林 现在成为枯寂之地 所有浓郁的葱绿 都早已不复存在 十万大山 全都崩塌 根本就没有留下一座 地面光秃秃的 若是有人来这里 见到这一幕 根本不会想到 此地曾经古树残天 绿意蓬勃 是一处浩瀚的古森林海 在地上 一道又一道大裂缝 漆黑的缝隙 粗大无比 从宽树石杖 到极尺不等 密密麻麻 恐怖无边 属于百万里都如此 这片号称无垠的古森林 于这个方位 全部毁灭了 过半古地 成为废土 这还不算最可怖的 阴波所过之处 正面方向 大地沉险 成为盆底 裂谷 可以清晰的看到 赤红一片 岩浆涌了上来 最后填满那些深谷 地窟等 成为红色的汪洋 岩浆海出现 炽热无比 让这片天寿森林 大变样 截然不同 跟往昔相比 完全认不出来了 并且 天空中还有星体落下 坠入红色的岩浆中 激起滔天海浪 席卷高空 这种景象 完全就像是在灭世 斩禁万灵 毁掉乾坤升级 并且 随着混沌物扩散 笼罩这片区域 当星体坠落下来 溅起冲销的红光时 显得有些朦胧 与模糊了 而这更加透显出恐怖气氛 天守森林外 有人惊叫出声 发生了什么 在这片区域 有大军驻扎 感觉到剧烈的能量波动 而后便看到 隐形横贯长空 前方的山林红光赤声 灭世啊 这是那传说的古术的手段吗 一位堕一境界大圆满的修士 站在一块巨石上 震惊的看着这一幕 这片区域 还剩下万余里的森林 没有化成焦土 可以说 只剩下最后一块隔离带 但是 他们却也能感应到 内生寿候太过的惊心动魄 令他们神魂不稳 许多的人 倒横险些掉落一个境界 若非铁手森林中 有古代先知守护 加持着整片临海 也许我们都围倚 第1984集 最后的一块隔离带 便是那古代大镇的最坚固边缘 这块区域若是崩开 那外界的广阔区域 多半也要遭遇大街 石山绝巅 轮回池 不久前 曾海浪滔天 神夜澎湃 璀璨夺目 巨浪外泻 洒落天底间 现在 所有液体都从山地间倒流 回归古池内 湖泊不宁静 哪怕受吼声结束 还是在汹涌澎湃 湖底 十号震撼 虽然早已想到这种可能 但依旧心惊肉跳 至于黄金狮子 则更是战战兢兢 这不光是心灵上的压迫 主要的确有一股神微碾压而至 经守不住 黄金狮子曾经在湖底爆碎 不过 他接受的是古僧一脉的传承 在这里 他经受神夜洗礼后 汲取神性 又活了过来 至于十号 真的算是险些玩火自焚 哪怕躲在湖底 身体也几乎炸开 那力量太狂暴了 古兽大吼石 盖世霸气 催枯拉朽 在那一瞬间 他几乎认为自己也完了 但是所料到的事 终于发生 守住了湖底 这是古僧一脉的买古地 有历代高僧的皮囊 更有先僧骨架等等 全部葬于此地 再构建一个 世人无法想象的轮回地 最后关头 湖底许多枯骨动了 迅速拼凑在一起 重新化作人形骨架 盘坐在那里 送经文 他们定住了湖底 当那股毁灭之气扑下来时 在金色骨架的带领下 一群僧骨发光 顶住那灭世之力 保住了此地 不然的话 十号必然行神俱灭 坐在他意料中 但是却显而又显 他早就知道 这里不凡 因为轮回池三字意义太大了 可不是随便取的名字 尤其是古僧一脉 曾诞生过先王 怎会平凡呢 说不定就有那位僧王的手段 用在这里 同时 十号看到这块石山区域中 仅有两块碑 一块上面刻着天下第二几个字 另一块上刻有轮回池三字 他觉得 两者可能有必然的联系 或许 古兽被锁在这里 很有可能是古僧所致 或许是帮他疗伤 或许是真正囚禁 这样看来 轮回池应该不若天下第二才对 所以 十号敢赌 不赌的话 他将永困轮回池内 并且会有源源不断的抑郁高手出现 到最后 总会有办法对付他 还不如主动出击 这一次他赢了 可以说 这一意让对方损失惨重 死了也不知道多少高手 最起码他所知道的大修士 起码死了七八十人以上 还有之前没有发现 藏在林中的 那多半更多了 孤族跟地族的年轻人 不曾登临石山 不知道是否在这块区域 死了吗 十号自语 在他的旁边 黄金狮子木然 有早先的发毛 到现在的静若枯木 这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变化 有落差 有沮丧 甚至有万念巨灰感 今日经历的事 令他心情复杂 造成巨大的心理阴影 这一生都无法磨灭 黄金狮子在咆哮 我是罪人啊 他在那里自责 心中有悔恨 当十号听到这句话时 眼睛当即就瞪了起来 抬手直接给了他 一个大耳挂子 响声脆亮 震开了湖水 黄金狮子瞪眼 你敢 做毛浓密 很长 都快垂到狮着处了 看起来十分的威猛 此时他突然挨了一耳光 这般受袭 刹那的狮神 忘记了他现在是俘虏的身份 而在过去 谁敢动他 是真正的狮子王 你们这一脉背叛九天杀了那么多仙民 都不见你有负罪感 现在我间接斩了一些柜子手 你反倒心疼了 十号越说 神色越冷 我打的就是你 还要踹你 十号又给了他一巴掌 声音更响 抽的黄金狮子 则原地转了一圈 一头栽倒在地上 砰的一声 并且十号一脚跺下 令他的头骨都裂开了 鲜血滴滴答答 随着湖水涌来时 混合在一起 杀了那么多仙民 你们不愧疚 死了几个魔崽子 你却心疼 我才不死你 十号砰砰地不断踏下 可怜的黄金狮子 又近乎解体了 十号看向上方 有一些光团 还有一些残肢 败体等 他没有立刻上去 而是在等 怕那头骨兽 还会咆哮 他觉察到 那头骨兽被惊扰醒来 其音波超越数天前 太过猛烈 一个不慎 就会引来灭身大祸 主要是因为 他觉得那头古代 真龙的意识不清醒 可能依旧处在迷失状态 不然的话不会这么嘶吼 而这种情况下极度危险 古兽若是有灵 他记得身为九天十地的一员 想来会助他 十号这样猜想 所以现在他不能指望对方有意识的出手 我说你们行不行 太弱了 这才开始而已 就完蛋了大半 赶紧的 都给我坚持住 十号羊头冲着上方喊道 那是一些残体 还有一些 则是只剩下了破碎原神的光团 一个个矩阵不已 实在是被气坏了 都到了这种地步了 那个小子还在说风凉话 实在是可耻 可恨 不久前 十号在他们投入湖泊时 就曾冲了上去 准备一一拿下 全给宰掉 结果那头特殊形态的真龙吼出身后 那种力量超出他的想象 他不得不逃命 回到湖底躲避 这群人身为对一镜的大修士 原本高高在上 可是进入湖泊中完全不一样了 有的人当即解体 血肉化成精气 神力 成为湖水的一部分 就是骨头也成为霞光 彻底化掉了 这批人惨死 过半人就这么直接死掉了 因为这是轮回池 非常恐怖 不管多么大的人物 多么高深的境界 到了这里都要被压制 这里的力量 总可以占据绝对优势的碾压你 这考验的是体内孕育的潜能 以高于你的修炼境界的力量碾压 所以一些人当场行神俱灭 但不得不说 能修炼到锻衣境界 没有烦人 更有一些非常出众的英杰 故此有些人抵住 侵蚀 还没有死 只是活着的生灵 也付出了巨大代价 有不少人都被化掉了肢体等 如今残缺不堪 甚至有的只剩下一颗头颅 更为惨的修饰 肉身浸灭 如今只有参与元神还在挣扎 但眼看着也不行了 即将化成光雨 只有个别人 形体还算保持完好 在那里苦苦支撑 但毫无疑问 长时间下去 必死无疑 不会有悬念 你们太差劲了 一个个都弱爆了 书号站在下方比试 进行奚落 不久前 你们一个比一个凶狂 对我追杀 怎么现在跟温姬似的 尿了吧唧的 弱成废渣了 上方一群人 真的气得胸口发闷 怒不可遏 这群混账小子 真是得志卖乖 这么讽刺 羞辱他们 令人恼火 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针对 而且现在他们是处在弱势地位 根本奈何不了对方 甚至可以说处境极度危险 现在还有一战之力吗 没有 在这湖泊中 想活下来都难 更遑论去战斗呢 十号热情的打招呼 你们在湖泊上面不保险 如果那位存在再吼一声的话 你们都要报岁 还是下来吧 并且 他身体力行已经出手了 强行抓下来树人 哭的一声 这些体魄残缺的生灵 在途中直接变四分五裂 化成霞光 成为神叶 在深水区域溶解掉了 十号继续仰望上方 哎 你的本体是一只鸡 那里还有一条大蛇 哼 我又发现了山羊精 都是好吃的呀 修炼到这个境界 皆为上等食材 太难得了 我这辈子还没有享受过 以炖衣境界为食材的美食大宴呢 十号 一个一个的点指他们 进行评判 最后竟开始为鼓励 坚持住 熬下来才有光明 想活下来的话就得忍住 千万不要在这里被化掉 以后 我弄个猪卷 养你们 乙剑还活着的高手 一个个气到肝疼 蹊跷生烟 可惜 就是奈何不了十号 嗯 等一等 突然十号笑了笑 面色阴沉 盯着一句残体 混账家族也来了 跟你们算一笔总账 他一认出 那是地关中的生灵 不久前 曾假意救他 其实对他抱着极大的恶意 第1985集 老家伙 你的命可真大呀 还没有死 十号眼中冒寒光 他冲了上去 一把抓住那个残体 不得不说 这名强者太凄惨了 早已没了人的模样 四肢早就断掉了 头颅军裂 腹部以下也消失不见 如今 他还只剩下一小节驱赶 这个下场很可悲 不久前 十号被这伙人 骗上一辆战车 曾将计就计的 击杀一位 对一境界的老者 后来图穷笔线 这群人翻脸 跳出庶名大修士 对他展开追杀 这伙人一直在后方坠着 跟抑郁的修士河流 走在一起 没有一点心理负担 可见已经彻底投降抑郁 结果这些人呢 也同样很倒霉 十号惊扰那头鼓龙 引发一场大灾难 该族来的中青带全灭 老被冲进湖泊 结果是瞬间受损 十号仔细观察后 发现一辆残破战车 护在那人身边 发出朦胧的光 若非如此 这个人早死了 可惜了那辆战车 即便如此 此人也残废了 而那战车被湖水侵蚀的破烂不堪 也注定要解体了 神性会消失殆尽 在十号看来 这一族来的人的确很强 但却比不上抑郁的那些老者 连抑郁的大修士都七零八落 死了九成 这个人不可能活下来才对 一切都是因为那辆战车 十号问道 说吧 你来自哪一族 这是他十分关心的问题 被一族算计 他格外留意 虽有猜测 但是需要证实才行 你 这名老者实力极强 但是现在虚弱的不成样子 随时都要湮灭 别担心 乖 主要你听话 我保护你 不会让你死在湖畔中 十号笑吟吟的 即便身负重伤 形神将灭 这个老人还是感觉发毛 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这个该死的慌 居然敢这么取笑 与吓唬他 这可是小辈啊 在他看来乳秀未干 不久前还被他们追杀的 如同丧家之犬般 四处逃亡 结果现在蹬鼻子上脸 这么的糟践他 他低吼道 小子 你别过分 哈 还给我摆架子 找消吧 十号一把拎住他的衣领子 可惜 那所谓的宝衣损毁的厉害 当即被扯碎了 砰的一声 十号从旁边揪过来黄金狮子 当成木棒 轮动 砸向老者 噗的一声 老者半截身子消失 被撞碎了 只剩下一颗头颅 越发的凄惨 这一击传来两道闷哼声 一个自然是老者怒火天鹰 他已经垂死 如今又失掉驱赶 止于头颅 注定没有好下场 另一个自然是黄金狮子 恨欲狂 休脑到极致 因为刚才十号太随意了 从旁边将黄金狮子抓过来 这是将它当成什么了 一根木棒 一件工具 一根无足轻重的杂草 真的实在太随意了 气得黄金狮子身躯都在发抖 说吧 你来自哪一组 你是知道的 我可没有那么好的耐心 尤其是被你们追杀这么久 脾气不会很好 不说的话 你应该知道下场会很糟糕 这颗头颅很深说道 你得罪过哪一组 现在跟谁势不两立 自己还不清楚吗 当听到这些话后 时候瞳孔收缩 他觉得情况有些复杂 到底是不是王家 一货者金家 这两个长生家族跟他对立是敌人 可是老者这么痛快就招了 还是说 这是想误导他 若有其他长生世家参与进来 那情况就更复杂 更可怕了 时候一句话也不说 闪电班出手 抓住这颗头颅 要叹其神石海 真正了解个究竟 若是在过去 他肯定不行 这是一个对一境界的大修士 原神力胜利如一轮太阳 可以焚掉低境界者 可是现在 十号道行精进一大步 并且对方实力锐减 所胜无几 辞掌比销 可以说轻而易举就得手了 这名老者抗拒 不 他竭尽所能的挣扎 很快 十号倒退 面色阴沉 如一道光影般离去 回到湖底 砰的一声 老者的头颅炸开 波及到了周围的人 哪怕有湖水阻挡 结果还是有三人 带着不甘雨 愤懑 同他一道死掉 头中有可怕印记 处置便被引爆 绝对是某一长生使家的手笔 十号面色难看 连堕一境界的大修士 都被种下印记 必要时 轻而易举的牺牲掉 这除去少数 自古长存的家族外 还能有谁 有这么大的魄力呢 上面 乙群打修士沉默 但心中却很惶恐 身为堕一境界的强者 却有这种心态 这让他们羞恼不已 十号咕弄 嗯 上面没有动静了 他说的自然是 外界的那头古代真龙 与此同时 有人也动了 冲向湖泊外 想要就此逃走 在这湖泊中 每一顺 他们的身体都在瓦解 遭受着巨大的破坏 若非想活下来 他们怎会投进湖中呢 他们相信 外界的其他修士应该都死了 他们现在虽然凄惨 但毕竟还活着 哗的一声 有人跃出了水面 催动残体 就要彻底蹲走 现在负伤太重 随时会死掉 不是跟荒算账的时候 十号露出一缕冷酷的笑容 他提到外界那样孤弄 就是想让人去探路 当然即便明白他的心思 那些人也得无奈这样选择 因为此时的荒在他们看来 就是一只长脚的恶魔 不动的话 多半接下来就要等着他屠杀了 吐的一声 跃上水面的人 没有被那头骨瘦的气息碾碎 结果却被十号的一道剑气 劈开了头颅 连同残躯被斩为两片 原神被毁 逃 当喊出这个字时 幸存下来的大修士感觉很耻辱 面对一个二十几岁的毛头小子 居然需要狼狈逃窜 别走啊 我的鸡 我的鸭 我的鸭 我的牛 你们别逃啊 十号在后面喊道 病自己已经动手了 前方 这些大修士怒发冲冠 浑身怒血飙升 气得牙根都在疼 吐的一声 十号毫不留情 掌心喷出一股璀璨的剑气 将一人拦腰斩断 而后又补了一剑 刺穿鹅骨 击毙原神 接着 又是一道雷光发出 将一个四肢不全 本已经虚弱的大修士 重新轰落下来 令他浑身焦黑 原神干枯后 又迅速溃散 死于非命 咻的一声 十号冲了上去 如同离弦神简 迅速到了湖面 浑身每一个毛孔都发光 成千上万缕神盲爆发 如同璀璨焦阳 在这里绽放 在扑扑声中 伴着血光 那些神盲太犀利了 将剩余的几人叮嘱 动传躯体 顿时令他们血溅当空 一刹那 所有人都死掉了 毫无悬念 投进湖泊中 避险的数十名大修士 到头来 没有一个人能活命 全部陨落 包括那名实力 非常强大的银炮老者 地族庞系 此时死不瞑目 当再次落入湖泊中 残体被化了个干净 同时 十号睁开天幕 看到了对面石山上的景象 那头龙闭上了眸子 四面八方的惊气 正在向那里涌去 第1986集 十号震撼 因为看到了远处的景象 大半个天兽森林都毁掉了 葱绿消失 红色岩浆翻腾 此刻红色血雾 绿色勃勃生机 从残破的山地间飘起 没入骨兽的身体中 成为他吸纳的惊气 十号迅速落入湖泊中 因为他觉得 稍有耽搁 他都将化成一股惊气 冲进骨兽的机体 忽然 湖水滔滔外界巨响 如同潮汐澎湃 十号很吃惊 他再次来到湖面上来观察 骨兽发光 这是 浑身一出惊气 席卷向前方 在十号震撼的目光中 山地沿江退去 巨山隆隆 拔地而起 接着 履意喷勃 直被快速成长 这种景象太惊人了 生命如初 迅速生长 再现出来 这不像毁灭那般 天崩地裂 但是却更加让十号震动 他的身躯被一股生机滋润 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毁掉的半个天兽森林 迅速恢复了 重新绿意蓬勃 生机无险 毁灭 生命的演绎 十号如痴如醉 在这里静观 浑身发光 倒横在增进 他自然而然的进入 斩我境界 并且即将完全彻底的巩固 原本十号想等此间 是了再进此境 因为他随时都能迈步进去 尤其是经历古僧十八拍后 早已算是魔力个透彻 根基已夯实 只要他愿意 就可立地成就 更高层次的果位 此前犹豫是因为为了稳妥 他怕万一在突破时有顿悟 而被人中途干扰 耗损自己的机缘 此季十号望我无喜无忧 眼中有生灭景象 有轮回之象 一切都在生死间流转 眼前仿佛有生于死之海 波光淋淋 斩我 斩掉自我的枷锁 还是执念 这一刻十号迷惘 但是又快速明雾 果然陷入悟道境 那条古代真龙 此时喷勃惊奇 让毁灭之地重显光明 所有草木刹那复苏 高山拔地而起 给予了他太大的触动 在毁灭废墟上 新生于深渊中 崛起万丈大岳 这种变化 由死而繁生 在生灭间流转 孕育着天地间最基本 但却也是最强的傲义之一 十号悟道 这是在断开肉身的枷锁 还是精神的牵绊 亦或是心中的执念 亦是难以说清 很是复杂 湖泊中 黄金狮子盯着十号 眼中雄光大盛 就要出手 但是他忍住了 因为 他实在有了心理阴影 自从遇到十号 就没有好过的时候 每一次都很凄惨 他真怕十号 此时是在试探他 故此 他没有轻举妄动 黄金狮子暗自咬牙 他不是作戏 是真的在断屋 不行 我得出手 一张结束他的机缘 让他从天堂瞬间坠落地狱 黄金狮子暗自咬牙非常疯狂 做出这种决断 但是他实力受损严重 被十号差点废掉 他担心一击不灭 反遭其害 在他最关键的时刻 急于一击 黄金狮子暗中发函 准备袭杀十号 此季 十号在生死间徘徊 在枯荣间进退 感悟一种深层次的道则诡计 捕捉到内心中 轰的一声 他的机体发光 如同佛光普照 又若神环加持肉身 以身为种 到头来 所要做的是开启自身的门 而非是依靠大乾坤 可以看到 十号宝像庄严 一道又一道神环出现在他的体外 由若先僧转世 又若真仙将凡尘 这一刻 他是神圣的 也是超然的 不以物喜 不畏道歼 眼中所见天地广阔无边 心胸可纳万里河山 在他的机体上 有一层又一层的秩序神恋 还着他缠绕而上 就是某种枷锁 到了这个层次显现了 呛了一声 随着十号眼中发出璀璨的光 身体发出很多剑芒 从肌肤中穿出 将枷锁斩断 黄金狮子吃惊 怎么会这么迅速 他的眼眸眯缝了起来 准备发动攻击 因为 十号的元神肯定也会出现枷锁 等待斩断 他决定 在那个时候 发动致命一击 黄金狮子觉得心跳加快 大喊着来了 非常紧张 生怕错过这一绝佳的逆杀机会 此时十号的状态非常奇妙 像是超脱了出来 审视自身 腐蚀万物 无情而冷漠 静静的观视着这一切 元神在头骨中 可是他却能敏锐的观测到万物 周围的一切尽在心中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出狗 而他仿佛是那天地 诸是一种奇异的心态 冷静 无情 漠然 让他自己都深感震惊 无心绪起伏 无神思波澜 冷静与漠然的过分 没有丝毫的个人情绪 镇定的审视 俯瞰万物 他的元神分明在肉身内 但是却又觉得 此时自己凌驾在天穷上 正超然在上 冷淡的看着这一切 甚至 黄金狮子要对他不利 他都漠然的看着没有愤怒 也无杀意 只是很无情的在俯视 不在意 此时他觉得 黄金狮子 还有他自己的肉身 都是平等的 不想干预 无感情在内 这太怪异了 轰的一声 突然间 从他的心底座椅深处 发出一声怒吼 一下子像是打碎了某种魔症 击断了无情的枷锁 在那一瞬间 险些被天地大道同化 成为他的一部分 几乎泯灭自身的一切 这非常可怕 如果刚才真要那样发展下去 时好可能会画到 摒弃自身的一切 归于天地中 扶手大道脚下 这跟他以身为种的道路相悖 或许 正是因为他走的路特别 才有了这种事发生 连天地大道都降落 有秩序神炼 缠骨而来 作用在身上 十号出了一身冷汗 在他看来 随意迈出一步 就能进入展我领域 可居然这么险 方才险些着到 此时 他挣脱出了那种 无情而漠然的困境 不过在他的元神上 还是有诸多秩序所炼 像是在炙烤着他 要摸掉他的锐气 还有勇猛精进之心 只是他醒悟了 复苏了过来 不再默然的看着这一切 并且 此时的元神枷锁 只是外在的 不是内心身处的 击穿不久前的天意后 这些可以熔断 故此 当看到黄金狮子 抬起大爪子 要对他不力时 十号面无表情 一巴掌拍了过去 啪的一声 一声脆响过后 黄金狮子惨叫 浑身骨头折断 翻滚了出去 惨不忍毒 浑身鲜血流淌 险些粉身碎骨 你不知道吗 稍对我不力 你都要死 十号冷冷的说到 俯视着他 我这一掌是为了救你 黄金狮子挣扎着 保持自身不灭 对抗体内的可怖力量 听闻此言后 金色瞳孔收缩 羞恼与愤怒无比 他感觉到了 的确如此 早已被 十号布下某种禁止 刚才若非荒议长打来 他多半会先一步死掉 因为将要被反噬 十号漠然的说道 成为普总 本分的当我做旗 日后请你去战场大战 是你唯一的活路 不然的话 行神俱灭 而后 他便不理会了 专心悟道 体会 斩我境界的种种 非凡之处 第1987集 黄金狮子面色难看 浓密的失踪 抖动 如同烈焰在燃烧 但是也只能忍住 他不想这么窝囊的死去 还想复仇 此时不宜对抗 同时他心中震惊 慌实在变态 在这种境地下 禁军斩我境 分明在顿雾才对 居然还能冷漠的看着他 不受影响 痴的一声 在这一刻 他看到了一幅 让他心颤的画面 十号的天灵盖内 冲出一道清光 展向苍穹 将那种无上的道运击穿了 黄金狮子震撼了 占天心 占天意 他浑身抖动 他听到过这种传说 但是第一次见到 因为自古以来 他不知道谁经历过这种事 没有实际利益症 无人走到这一步 黄金狮子一阵头皮发麻 以身为种 二后禁军斩我境石 去占天意 他的祖先来自九天十地 自然知道各路高手 推演以身为种的事 但古代的生灵都失败了 不曾有人踏出那一步 哄的一声 十号那里电闪雷鸣 光芒滔天 苍穹上有刀芒斩落下来 而十号那里也有剑气冲销 对轰向上 天意刀要劈他 而他自身的意志 也要击穿天意 十号自语 斩我是一个过程 我明白了 这才是开始而已 后面还会发生什么 在这一刻 满天刀意 无穷雷电都消失了 在黄金狮子恶然的目光中 突兀的结束 黄金狮子还以为 浙江持续很久呢 会发生更加可怕的事 可是这么一刹那 便风平浪静了 这跟预想的不相符 正如十号所说 以身为神 这条路注定会多磨难 现在几时开始 伴着他道行精进 要斩的东西很多 而现在 只是出路一个端倪 哄的一声 无尽采光斑驳 四方混沌汹涌 体内掀气弥漫 大道之花绽放 十号璀璨起来 如同一个佛陀 又若一尊 斩先 立身在神圣光环中央 极尽绚烂 他正式进入斩我境界 并且得到巩固 还可以随时更进一步 强大的力量 在他的体内流转 十号有自信应付一切 十号自语 这是一个好地方啊 任异域大军围困 我在轮回始终做官 在这里突破 他带着一脸 木然的黄金狮子 冲向湖底 现在他灭掉了 所有围困此地的大修士 无人知道他在这里 正好闭关 以期更强 这一次 十号沉入湖底 感觉到了异样 隐约间 他听到了某种声音 轮回开启 这不是错觉 真有这样的宏大声音传来 像是有人在音诵一道 至高法指 这是哪里传来的声音 由起初的若隐若无 到后来的宏大震耳 很是突兀 轮回池 还别有乾坤不成吗 十号站在池底 很是惊异 仔细寻觅 黄金狮子 萎靡不振 以他的实力来说 不足以进入湖底 只因为传承于古僧一脉 故此再次受到庇护 但是他现在负伤颇重 哪怕跟此地很契合 也十分艰难 十号撑开一片光幕 保他不死 在地下 十号确信 那声音来自湖底的鼓堆之下 因为越发的清晰了 已经可以变清 不再模糊 这让他有些迟疑 湖底枯骨无数 都是古僧一脉的 大德高僧作画后所留 难道要扒开他们的遗骸 这里面有金色骨骼 疑似为先僧所留 最后十号还是动手了 经历过古佛十八拍 被这些僧骨敲打过 他倒也没有什么心理压力 黄金狮子一被逼迫上前 去搬僧骨 去开辟道路 这得是多么可怕的积累 十号震惊的发现 挖下去百丈深 还是僧骨呢 让他觉得有些麻木 最后 到了一百零八丈深时 终于见底 下方是一片石窟 有一些鼓动相连在一起 密密麻麻 如同蜂窝般 哒哒哒的 忽然地窟中 有声音传出来 像是脚步声 这十分突然 让十号的神经 一下子绷紧了 这地窟中也有湖水 怎么会传来 这种古怪的声音呢 至于黄金狮子 也非常紧张 他很吃惊 这湖底下的地窟内 还有其他生灵吗 哗啦一声 这是枷锁的声响 伴着铁链的声音 宛若从空旷的地底 深处传来 令人惊悚 怎么会如此呢 仿佛连同这地狱 被锁住的可怕生灵 再一步一步走来 将要出现 十号推了一把黄金狮子 头前带路 让他向着地窟深处走去 这轮回池下 还有这样的诡异 超出十号的预料之外 地下洞穴有很多 都连接在一起 突然 黄金狮子还毛倒数 浑身金色毛发 全部倒数了起来 皮毛蓬松 他像是遇到了十分惊悚的事 很快 十号见到地窟下的一角情景 在昏暗的地下洞穴中 有一支队伍 死气沉沉 没有生机 带着枷锁 若隐若现 从那里路过 十号心中惧震 古诗还是阴兵 疑惑是说 那是藏士 他们来到了莫名之地 闯进了藏狱吗 黑暗中 枷锁声音刺耳 铁链带着寒光 犹若阴名中的过境死者 在这里路过 这未免太诡异了 十号戒备着 宁神观看 可惜那条地窟 不算开阔 那支队伍 消失在尽头 短暂沉默 十号说出这样一个字 推了黄金狮子一把 让他在前开路 黄金狮子不情愿 你疯了 在他看来 这里太要挟了 不是通着藏界 就是连向地狱 这样跟下去 是在找死 十号只是冷漠的看了他一眼 顿时逼得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前进 因为他还不想死 不愿这么憋屈的陨落 半个时辰后 黄金狮子由惊悚到麻木 因为感觉真的进入地狱中 见到了很多支队伍 这些生灵都带着枷锁 在地下鼓洞中出没 要前往一个地方 黄金狮子非常忌惮 这是阴兵果净啊 十号没有说话 一路跟在后面 途中甚至绕过一些队伍 跑到前方等待 不断的观察着 很快他惊诧 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见到了一头古兽 非常庞大 有些眼熟 这是在天兽森林 见到过的一头天兽 怎么跑到了这里呢 就在此时 黄金狮子觉得难以置信 盯着一个方位 看向一位老者 尹拓大人 他也认出了其中一人 正是这次围猎 十号队伍中 当中的一位大修士 现在正站在一支阴兵队伍中 死气沉沉 向前走去 十号觉得 有些怪异 向前望去 他也认出那个人 那个所谓的尹拓 曾经追杀过他 怎么在这里呢 按理来说 古兽一生吼 这片区域 所有生灵都爆碎了 不能存活下来 行神俱灭 至于躲进轮回池中的大修士 侥幸活下来的几人 也都被十号送上了死路 尸骨无存 十号不解 真是怪了 在接下来的路上 他们又认出了几人 同时看到了更多的天兽 都应该属于地上古森林 最后 在一条地窟的尽头 十号看到几扇巨大的石门 不多不少 整整六座 那些队伍聚集在这里 变不动了 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一刹那 十号想到了不久前的宏大声音 轮回之地 道门开启 难道就是这里吗 是那声音所说的地方吗 不论是他还是黄金狮子 都露出震撼的神色 这是在轮回吗 那些死去的生灵 都要被送去往生 突然 十号神色发僵 在一到石门前 又见到一具熟悉的生灵 那是天鼠 刚进天兽森林时 遭他追杀 他清晰地记得 这头天兽被一株 神秘古树的干枯树枝 击穿 最后他哀求 吟诵了一段咒语 要去轮回 并且十号还看到 他疑似跌落进轮回池 他来到了这里 这些生灵是怎么下来的 要知道 十号一直在森谷上方 结果这些生灵 仿佛可以避过 他与黄金狮子 在地窟中直接显化 难道说 骨兽一吼过后 天兽森林毁了大半 当中的各种天兽 以及一语部分大修士 被强行送到这里轮回 这太不可思议了 十号想到了天鼠的话 被送进轮回池 便要沉浮 可能要失去自我 因为天鼠说过 天兽森林中的 所有生灵都迷失了 应该跟此有关 处在懵懂无知中 第1988集 这是骨僧一脉 所构建的轮回 十号怀疑的同时 觉得有股寒气冒起 同时也极度的佩服 很多生灵都死了 甚至形体都不见了 可是又在这里浮现 疑似等待轮回 这是大手笔 难道说 整片天兽森林 都是一个试炼场 十号严重怀疑 不久前被骨寿 猴死的那些生灵 都被拘禁到这里 可能要重新转世了 当然 他觉得所谓的转世 肯定不是真正的 活了过来 而是肉身在线 意识朦胧 更像是成为脯兵 听从号令 那个宏大的声音 再次响起 道门开启 轰的一声 六扇巨大的石门 都被打开了 汹涌混沌 神秘而可怕 这些阴兵死尸 分成六股人马 面无表情 分别上路 踏进了六扇石门内 与此同时 六扇石门这里 发出光泽 伴着雾矮 古意沧桑 有宋经声响起 宋人往生 前去轮回 十号自语 真是怪了 这是古僧一脉的手段吗 忽然 他的目光 被六扇石门间的 纹络吸引住了 那是经文 还有一些复杂的石刻图 非常神秘 竟记载着某些无上神通 十号非常吃惊 古僧一脉的传承 绝非一种经文那么简单 而是不在少数 刻满了这片石笔 透发出惊人的大道气息 黄金狮子也被惊住了 而后盯住某部经文 被深深的吸引住 不可自拔 不过 这些经文都不完整了 大多都是残缺的 最多记载过半 而十号也盯上了一片石刻 用心去记下 那是八幅刻图 结成神秘法印 烙印在那里 有种深不可测的道运 没有进一步的禅数 只有八幅刻图 图是完整的 但是缺少相应的运转之法 也就是最重要的经文 十号有种怪异的感觉 这八幅刻图似乎包括了 古佛十八拍的奥义 十分宏大 运异深远 他心中矩阵 对于古佛十八拍 深有体会 那东西价值连城 同时他更为明白 所谓的十八次拍击 也是一种非常恐怖的攻击手段 无限放大一个人弱点 这是何其射人的法门呢 他的源图在这里 若是能悟通 将会是一种惊人的攻击秘术 吃了一声 突然六扇石门一起发光 并且这里的毕刻图 经文字符等也都在发光 作用在十号与黄金狮子身上 然后他们被打入一道石门内 跌落了进去 这是被打入了轮回 要送他们去往生吗 两个人毛了 但是却没有办法脱困 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被送向远方 这是要去哪呢 真要被打入轮回吗 黄金狮子的大爪子使劲扒着虚空 想要撕利 但这是徒劳的 根本停不下来 他无法横渡而逃走 他大吼着 给我停 就因为了解古僧一脉 他才更害怕 真的怕去转生 到了那个时候 还是他自己吗 因为他曾听祖上提到过 杖六金身僧王的一些构想 转世后将与前生隔绝 遗忘一切 那相当于灭渡 跟过去彻底告别 遗忘所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那将不再是自己等若一个新生命题 黄金狮子咆哮 不停下 因为若是那样也就罢了 关键是 这种所谓的轮回一直在演化中 根本还没有成功呢 被送去轮回 很可能便死亡了 时候也用尽各种手段 但是没有办法逆转这种趋势 采光斑驳 过着他们 急速而行 疑似横渡了光阴河流 十号轻斥了一声 叮 各种神通奇出 结果不拐用 速度依旧飞快 咻的一声 他们如同离弦之剑 一路不由自主的急迟远离地窟 十号自语 好像是从一颤十分钟离开的 因为刚才变故太怪 神光一闪 他们就从原地消失了 若非他神觉敏锐 根本就不能看清 终于 速度变慢 见到了路途 在这条路上 他们看到了一条又一条身影 面部表情僵硬 死气笼罩 毫无升级 这像是一队亡魂 走在九幽路上 而十号与黄金狮子 是他们的同路人 很快 前方见到一条浑浊的河水 一条浮桥横垮在上 这些死尸全都从这里过河 去了哪 十号惊叉 过河的死尸都立刻不见了 消失在河对岸的桥头 仿佛凭空消失 与此同时 天兽森林各地出现一头又一头古兽 还有少部分来自异域的大修士 如今意识不清 天兽再现 还是原来的那一批 在古兽咆哮时 原本山林毁灭 岩浆喷涌 这些生物都已化作飞灰 可是现在再出来 岩浆消退 高山靶底而出 绿色丛林发光 并且那死去的天兽都回归了 这是一个轮回 但是很诡异 不同于真正意义上的大轮回 这更像是一个有限的牢笼内轮回 并且这些生物的状态明显很特别 有的神石残缺 有的意识泯灭 成为行尸走肉 轮回路上 十号跟黄金狮子驻足 停在河水前 没有立刻上桥 这让他们很犹豫 因为他们不知道桥的尽头有什么 如果迈出那一步 关乎生死 可是回头时 他们愣住了 因为后方无路 只有一句 接着一句的行走 尸体突兀出现 要过这座浮桥 十号一推黄金狮子 让他在偷钱带路 走吧 难道还能把活人弄成死人不成 黄金狮子敢怒不敢言 在那里复匪说 你怎么不带头啊 哄的一声 他们两个与其他人不同 那些行走的遗骸 直接在桥的尽头消失 而轮到黄金狮子时 他则爆出一团璀璨的光 从这里离开 十号见状快速的跟了过去 一步迈出浮桥 神光刺目 无比妖艳 照亮了整条浑浊的河流 还有古桥 砰的一声 他们出现在一片山岭中 黄金狮子坠落下来时 被一棵枯树吊住了 不上不下 直到十号出现 砸在他的身上 骑着他落在了地上 十号的脸色当即就变了 感觉有一股寒气 从头凉到脚 这个地方太眼热了 他瞬间就认出了 是那株枯树 曾经刺透天树 击杀一遇来的一群修士 非常的诡异 当时 十号曾远远的观望 没有临近 而现在他居然到了眼前 来到了树下 这个地方很特别 寂静无声 古树高大 所有枝芽上 没有一片叶子 这是一棵枯死的老树 而且颜色特别 通体成暗黑色 光吐吐的 并且在周围没有草木 地面为暗红色 泥土松软 并很潮湿 如同沼泽 有些泥泞 黄金狮子大叫 血 这是无数生灵的血 他被石后砸得险些 背过气去 因为那是盗泽的冲撞 这等强者相遇 肯定有护体神钢外放 形成蜜粒 此时 他那金黄色的皮毛 被染成了血色 尤其那浓密到垂落至 聚爪前的黄金棕毛 更是如同在流血 这所谓的沼泽地 因血而形成 这么漫长的岁月过去了 这里居然不干涸 很难想象当年 有多少生灵 叠血在此地 才形成一片血沼泽 而这么一株古树 扎根沼泽中 无论如何 都会显得诡异 第1989集 黄金狮子 哼的一声站了起来 十分警惕 他在这里 有些心惊肉跳的感觉 总感觉很不祥 同时 他极度不满 时好 真将他当成了座骑 骑坐在身上 一直都没有下去 不染血色泥沼地 他咆哮着 发出愤怒的声音 你下来 若非真的打不过荒 他早就血拼了 因为 他不想这么死去 还想找机会报仇呢 故此 一直在忍辱负重 十号大啦啦的说道 能成为我的坐骑 是你的福气 数以千年万年后 这若是传出去 说不定是你这一族的 璀璨荣耀 黄金狮子文言 当即大怒 浑身发光 进行反抗 想动用宝树 十号一巴掌落下 你想死吗 在这个地方忘堵杀念 必死无疑 拍在他头上 他的天灵盖 当即就出现了裂痕 领黄金狮子 头昏脑胀 我警告你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不想死去 就本分一些 十号威胁 十五位狮子为座棋 就是为了来日去战场 给予一些族群震慑 不然的话 他早就想击杀这头狮子了 这一族血债累累 杀掉的话 毫不可惜 黄金狮子气得蹊跷生烟 怒发冲关 浑身尸毛倒数 黄金光四射 如同一轮金色的太阳般 而这也将他背上的 十号衬托得更加神武 如同先佛驾驭 做起而来 不管如何 黄金狮子最后还是屈服了 忍着憋屈 期待将来报仇 十号仔细观察这个地方 那是什么 仰望这株黑色的古树 总觉得有些发肾 而这个时候他有了新的发现 有一根树叉上 竟挂着一只干枯的生物 早已干瘪 快辨认不出来模样了 黄金狮子也看到了 蓝金雕 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认出那是一头 非常可怕的生物 曾是古僧一脉的战兽 如今他皮毛暗淡 早已失去蓝金光泽 如同一段干枯的木桩 不细看都认不出 还有 十号抬头 看到了巨树枝鸦剑 在更高处的地方 吊着一具骷髅 可以看到他皮薄骨头 身上有破烂衣服 黄金狮子震撼 惊呼出声 大德高僧 最起码有超越 多一境界以上的军事修为了 那具干尸虽然瘦骨临寻 但是干瘪的老皮 依旧是呈淡金色 那是佛门金身 有成的感觉 是一位恐怖高手 而他身上的衣服是袈裟 是以星辰纱炼制而成 本是西式秘宝 可是在岁月中早已残破 没有了光泽 一位大德高僧 就这么被吊死在这棵古树上 实在诡异 也有些吓人 无论是十号 还是黄金狮子都神色凝肿 盯着这株古树 在树下绕着他走 认真观察庞大树体间的枝呀 果然 被吊死在这里的可怕强者 不止一两尊那么简单 还有很多 黄金狮子身体矩阵 竟有些微微遗产 因为他认出其中一头生物来头甚大 体型庞大 但而今干瘪在那里 白玉龙巷 这可是古僧一脉的护教圣兽 这一族极其出名 当提到古僧一脉 很多时候都会让人想到这一圣兽 一头白玉龙巷 居然也被吊死在这里 古僧一脉的圣兽 这种生物来头极大 是高手中的高手 不然的话 怎么会被称作护教圣兽呢 而他居然就这么被吊死了 十号面色变了 盯着这株枯树 而黄金狮子更是眼神警惕 觉得异常危险 在这里观看 这树上的死者未免太多了 都吊在那里 漫长岁月逝去 全都风干了 整整一株巨树 许多枝条上都是如此 显得非常可怕 接下来 黄金狮子头皮发紧 毛骨悚然 同时很愤怒 也有一种恐惧 因为他又见到了一头庞然大物 那个生物同样属于古僧一脉的护教圣兽 而且以攻击力闻名于是 这是一头狮子 跟他一个种族为无畏狮子 古狮体型跟小山一般 骨架粗壮庞大的吓人 只是相对这棵枯树上就显得不是那么磅礴了 他早已干瘪 金色皮毛暗淡 皮薄骨头被勒死在枯树上 一条树梢吊着他的脖子 比其他生物的死状都要凄惨 黄金狮子愤怒 我的祖上 想要冲起将那头古狮放下来 别妄动 如果你想死的话 我直接派死你 你可别连累我 时候制止了他 叙事 我的一位祖上消失了 他当年强大无比 不曾想居然死在这 他很激动 更非常的愤懑 怒火汹涌 十号很不客气的说道 死得好活该 背叛九天十地的生灵 就该被执法 黄金狮子文言想发狂 结果不幸 遇上了一个强硬的荒 等于自讨苦头吃 最后伤痕累累 无奈的垂下了高傲的头颅 十号认真观察后 确定这株高耸入云的古树 像是一个巨大的坟场 挂着很多死者 其中有部分死尸很凄惨 是被活活吊死的 丢失了灵魂 他严重怀疑 这地下的血色沼泽 是那些生物所留 黄金狮子仔细观看后 这树难道是当年的菩提古树 黄金狮子仔细观看后 震惊地得出这样的结论 古僧一脉 曾有一株宝树 名曰菩提 拥有奇异的伟力 盘坐在它下面修行 非常的容易悟到 只是昔日那株树 清脆苍壁 生机勃勃 可以摇曳出冲霄的霞光 谁胜无比 跟这一株完全不一样 古僧一脉的菩提树吗 十号摸着下巴 在这里沉思 这株树怎么通体漆黑 遭受了什么样的打劫 绝非雷击所致 黄金狮子自语 难道它被侵蚀 发生了巨变 神性小腿 带上了黑暗属性的力量 他不是为十号解释 而是自己有疑惑 想要弄清楚这件事 当年 他们这一脉背叛九天 其古祖逃到抑郁后 以至念念不忘的一件事 就是想得到菩提古树 因为 这树太超凡了 对修行有莫大的好处 当年先僧王 疑似借此成道 到头来 当天地大乱时 他的那位祖先 遣出一个子嗣 去寻找菩提古树 结果那头狮子一去不返 现在看来 是被吊死在这里 黄金狮子说道 古树通气发黑 难道是地上的血字样 所致 侵蚀了他的神性 十号也觉得 一定是在过去发生了意外 曾经的僧家宝树落难 都在说这树古树下修行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你不想试一试吗 黄金狮子窜夺十号 嗯 有道理 十号点头并没有一点的距异 黄金狮子不太确定 他说的是否为真 又加了一把火 据闻 这树古树是古僧一脉的质宝 因为树体当中可能有烙印 留下了该叫厉害的传承 既然如此 我便给你一个机会 在这树下悟道 替我将古佛十八拍悟出来 黄金狮子张了张嘴 刚想拒绝 十号冷冷的看了他一眼 你如果不悟道 我可以考虑击杀你 因为 想成为我的坐骑 实力不强是不行的 面对这么一个野蛮人 黄金狮子恼火却又无奈 他这么的强大 何曾被同代人威胁过 太憋屈了 接着 十号毫不掩饰 有斩他之心 黄金狮子阴沉着脸 在这树下平静下来 他尝试要感悟天地道理 虽然他没安好心 窜夺十号 但这未尝不是他自己 想做又忌惮的事 现在被威逼 他一咬牙便真的做了 因为这株古树的确如此 有莫名的力量 是帮人悟道的至宝 可在一开始 黄金狮子就惨叫 以一双大爪子抱着头颅 满地打滚 染上了很多的血迹 十号跃下来 不在其作 他皱着眉头问道 怎么了 黄金狮子脸色灰白 眉心有裂痕 他很长时间才平静下来 这树出问题了 十号出手 彻底封印了黄金狮子 令他一动不能动 而后 他自己盘坐在菩提树下 谨慎而小心的悟道 第1990集 哄的一声 仅一开始而已 十号就受到了可怕的冲击 这还是有准备的结果 不然的话会更恐怖 一片惨烈的气息 如同有形的兵器斩来 铺天盖地 冲向他的脑海 威势惊人 十号眉心溢出一丝血 但是他挺住了 隐约间 他看到了一片宏大的战场 无数强者大战 喊杀整天 有鲜血不断的洒落 坠入此地 这株树沐浴 各种带着沙发气息的血 最后成为了赤红色 这些画面清晰地在十号头脑中映现出来 让他颇为吃惊 难道是菩提古树枯死的原因吗 事情绝非那么简单 很快 他看到有生灵开始浇灌菩提树 那个容器中满是血液 发出绚烂的光 用神血浇灌此树 那是何人呢 这样做到头来 会让这棵倒树化成一株魔术 竟不惜花费代价 这么的催生他 一声大吼传来 想在十号的心中 他看到了一头黄金狮子 发出吼声 简直要将它震裂了 让它眉心血迹 躺得更多 接着 他看到了一头巨大的白象 挤压满天空 也在思鸣 震得它神魂不稳 这些杀意都是古树中 透发出的 难怪黄金狮子当场翻滚 就是十号也险些不知 树体中沙发气太胜烈了 这才稍微接触 树体烙印中 便显化出 古僧一脉 西年的两种护教圣兽 有些恐怖 随后 古树的魔性之处 进一步显化 恍惚间 十号听到了 敲木鱼的声音 震得他原神要不稳 要崩开了 并且 他看到有一只手满是血迹 再敲一个暗红色 血迹斑斑的木鱼 十号自语 本是倒数 却显化的可怕景象 真的魔化了不成 努力对抗 保持清醒 他身体腰动 已经不稳 马上就要摔倒在 血沼泽中了 而这个时候 十号的心中浮现出 一座燃血的庙宇 他十分宏大 只不过没有了圣洁 每一块瓦片 每一块砖 每一根柱子 都被鲜血侵蚀 但是 这血淋淋而宏伟的寺庙内 却有人诵经 震耳欲聋 仔细聆听 那是一部魔经 引人堕落 要扑向一口黑色的深井中 十号嘴角溢出一缕血 什么情况 曾经的神圣庙宇 居然在讲魔性经文 这很离谱 非常可怕 旁边黄金狮子自语 血菩提 这颗道书果然被滋养成了 魔性圣树 如果再次发芽 长出叶子时 将完全不同 黄金狮子内心震撼 近乎站立 这根传说中的记载一般 菩提道书若是被 各族治强者的血浇灌 也许会展现出 不为人知的一面 而黄金狮子竟在这里见到了 有人真的这么做了 毫无疑问 这无上宝树 如今化成了一株血菩提 黄金狮子眸光闪动 不过 它当中的烙印应该还在 既在有古僧一脉的传承 十号再坚持 它没有退缩 哪怕这树魔化了 它也无拘 竟视作魔力 将此树当成了一块摸刀石 它心中浮现昔日景 恍惚简 它穿过古僧一脉 最高古寺庙的大殿 正在前往藏经阁 它想观月经文 再次悟大道 但是这很危险 一个弄不好 就会被魔术童话 堕入黑暗中 血菩提 本是无上宝树 可惜它悟到 而今却魔化了 但是 十号还是在尝试 想要在古树下悟到 从中体悟到什么 因为 树体中真的有印记 它听到了黄中大吕般的声音 看到最高古寺庙 金色砖瓦 发出神神光辉 只是 电雨在堂写 虽然有震耳欲聋的诵精声 但是却显得很诡异 宏大的古殿 金色的瓦片 带着英红血丝 血迹斑驳 落在地上 胜烈的金灰洒落 同时也有黑雾弥漫 这是十号心中所见到的世界 它惊疑无比 尤其是走到藏经阁前 那声音震得它躯体一阵摇动 仿佛不是禅场 而是一尊大魔在讲经 要推开那门吗 它一阵迟疑 已经来到了最重要的地方 但是这里却也极度危险 这是内心世界映现的景象 肯定是血菩提内的烙印 再进一步 说不定 也许会被童话为魔 以或为僧佛 最后十号推开了那扇门 它要走进去 看一看所谓的诞生过仙人 最终出过仙僧王的古代神秘传承 一切都不同了 金色瓦片上留下来一条又一条黑色的血 落在地面 发出可恶的声音 天守森林外 抑郁的人马很多 无边无言 为了那口烂木香 他们兴师动众 出动了也不知道多少高手 各族都在被争调的范围内 有人诧异 觉得十分的震撼 这片古森林刚才分明毁掉了大半 现在怎么又绿霞涛涛 从于一片了 有人诧异 觉得十分震撼 这太过不可思议 所有人之前都曾感应到一股毁灭性的气息 并看到山林崩塌 山脉沉险 岩浆汹涌 陨行坠落 可到头来却又生机勃勃 很快就复原了 这非常神秘 有一位赤法老者询问 我们的人怎么样了 是一个领军人物 当然他还不是至尊 只是统帅各族大军的负责人之一 真正的至尊的确来了几位 盘坐天穷上 浑身混沌气弥漫 一个个身影都很模糊 一动不动宛若雕像 他们这么低调 气息内敛 可还是让望向那里的修士感觉压抑 忍不住就会叩手下去 进行膜拜 情况可能很不妙 山林中的一切消息都中断了 那些人失去了联系 去查 查个清楚 不得不说 一语这批人的效率极高 几十只队伍冲进森林中 很快就有了结果 许多人应该都死去了 毫无声息 发现不了他们的踪迹 睡了 想点燃他们的混灯 结果大多都失败了 另有一部分人这样给予证实 这是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 那可是很多强者呀 光是大修士就有百人以上 若是都死掉 代价未免太大了 有人急促的问道 地族的那位年轻大人哪 地族的后人若是出了意外 他们怕担责任 因为那处古地已经数万年没有走出船人了 刚一出现就这么陨落 好说不好听 他们没有照料好 孤族的传承者是否也遭解了 还有人问道 因为这一族也十分恐怖 见地族不败可以比肩 有人露出喜悦的神色 还好 他们留下的魂灯都点亮了 没有死 又过了很长时间 得到确切消息 山林中曾毁灭大半 但凡这个区域的生灵都遭遇恶难 全部陨落 他们彻底失联 浑灯黑暗一片冷静 而得到回应确定还活着的人 则都在另一块区域 但是也有不少高手负重伤 而今情况很糟糕 如我们所料那般 那头骨兽曾短暂复苏 发出了惊世一吼 引波正面的所有生灵都被杀死了 这样的消息公布后 天守森林外一片哗然 许多大修士都感觉一阵惊悚 浑然寒冷 这片森林太恐怖了 进去那么多高手 说灭掉就灭掉了 何其不幸于可怕呢 黄纳 他怎么样了 有人迫切地问道 这次是为他而来 所有人都在追杀他 十号的生死自然牵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 我们不可能有他的混蛋 没有办法确定他的生死 按理来说 他如果在那片区域绝对死定了 我们曾经得到禀报 那些修士就是去围剿他 黄应该曾在那片区域除没 众人一枕沉默 这么说来 黄也已经死掉了 第1991集 一位银发老者贺问 木箱呢 这才是关键 不管十号是否死掉了 那口箱子都要被寻到才行 不然的话 这次的兴师动众便显得毫无意义了 他们很担心 那头骨兽经是一吼过后 还能剩下什么呢 大修士都死无葬身之地 那口箱子能存下来吗 一位领军人物吼道 箱子绝对毁不掉 不然的话 就不足以买骨粉中而万骨不朽 肯定还在森林中 给我展开地毯式搜索 一定要找出来 他很焦躁 因为这是安兰 玉陀亲自传下的法旨 任务艰巨 这时候 就连那始终盘坐天穷上 一直寂静无上的几位至尊 都有人开口了 语气坚定 不容置疑 一定要找到 卓士在逼迫所有人 给他们下了死命令 不久后 许多队伍上路 分成了数十股人马 而这些人在途中又继续分散开来 全面搜寻 找到了 许久后 当远处的喊声传来时 天兽森林外围 所有人都精神大振 终于有了结果 这让他们激动 而又倍感欣喜 在哪里 将箱子带过来 有许多老者 吼道 他们第一时间 想到的自然是烂木箱 根本没有其他念头 从森林中冲出来的人 送信赶紧解释 不是 找到的是黄 他还活着 什么 一群老者当即呆住了 至于其他人一个个震惊 满脸都是不敢相信的神色 这则消息太惊人了 不久前发生毁灭性的灾难 黄怎么可能活下来呢 忽然有人大叫着 这个孽畜 眼睛都红了 因为他们这一届 刚才可是死了 足有数十上百名大修士 这些人都为追杀荒儿去 结果他们都死了 而荒还活着 这让人气愤怒火汹涌 尤其是跟那些死者有关的族群 则更为震怒 他们觉得那些人死得太圆了 一点也不值 为了去杀荒 一群大高手都遭劫难 被天兽森林中心地的 骨兽活活猴死 而那郑主却黯然无恙 还在逍遥 让许多人眼睛赤红 杀气滔天 复仇杀了谎 我要去宰了这个小宰子 从没有人让我这么愤怒过 禁锢以来 我等何曾蒙受过这种屈辱 伤白大修是陨落 这是血仇 这更实在犯罪 杀 沾他手机拘禁他魂魄 让他生不如死 这一刻 有些人将烂木箱都暂时抛开了 只想着除掉荒 将他碎尸万段 因怒而发抖 法思都倒树了起来 也有人很冷静 眼神冰冷 在那里琢磨 慌为何能活下来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因为这不符合常理 是一个奇迹 一个年轻的修士而已 怎么能强过那些 断衣境界的大修士呢 如何可以熬下来 有人高喝道 提醒所有人 要小心一些 不要再发生悲剧 因为不久前的事太惨烈了 那么多强者惨死 让各方都非常头大 也很痛心 回去后 如何向各族交代呢 有人咬牙切齿 放心 这次不会有意外 我们已经寻到了 他的确切位置 这小子居然在一棵 枯死的古树下盘坐 在那里休醒 他非常肯定的说 他跑不了 这一次 他插尸难逃 我们不会再给他机会了 先暗中围住那里 而会一起出手 将他击杀 他死定了 先来了也救不了他 一群人怒火滔天 战意高昂 发誓要迅速拿下荒 将他千刀万剐 有十分稳重的老修士 郑重的说道 我希望这一次 不要有意外 如果再次死掉 很多强者 那简直是一场灾难 悲剧万万不可重演 不会 他完了 黄惹怒了我们 他将生不如死 但是 那稳重的老修士 还是皱了皱眉头 总觉得之前那群 大修士的死亡 跟黄有些关系 可是他没有证据 无人相信荒能 号令那头骨兽 那是不可思议的 根本做不到才对 总之 要小心 老修士非常严肃地告诫 他是统领各族大军的 负责人之一 很有威严 在场的人都很重视 他的意见 请放心 我们一旦围住他 会立刻动手 根本就不会给他 一丝一毫的机会 老大人请放心 我们一起出手 他一个毛头崽子 能如何逆天 一群人上路了 带着怒火 带着激愤 火速杀向天兽森林中 要迅速将荒扑杀 因为这一役 太不堪了 没有取到任何可喜的战果 却已经死掉了 那么多高手 损失惨重 许多人都迫不及待 恨不得立刻击杀荒 好出一口恶气 甚至有些人很激动 渴望亲手击毙 那个目标 来吧 黄 我很期待呀 终于要见你了 我会一把扭断你的脖子 一个壮汉低吼 倒兴奋无比 那群人太倒霉了 不幸遇上了 古兽大好 全部碎灭 等我们杀了黄 祭祀那些亡魂 许多人都很笃定 确信这一次 该结束天寿森林之旅了 马上就要击毙黄 任务将圆满完成 这些森林速度非常快 逼近那里 将这片寂静之地包围 而后缓慢的逼近 向那里合拢 可以看到 这片区域草木丰盛 尤其是前方的山岭 更是匆匆郁郁 绿霞闪耀 光泽晶莹 生命精气格外的浓郁 只是山岭身处很不协调 一株黑色的古树早已干枯 没有叶片 没有绿意 死去也不知道多少万年了 只不过它很朦胧 伴着些许的误碍 可以看到 一个年轻人就在树下盘坐那里 发出一种神秘的道运 像是在参悟着什么 有人低语道 我想活剥了它 这个混账 在小区我等吗 还是说真的不知道死活 在这种境地下还敢闭关 蠢祸 一些人非常不愤 愤懑咒骂 因为 大批高手在追沙荒 在天寿森林出没 可他却这么大啦啦的 居然毫不担心 在一株古树下修行 这若是往日 肯定让人啼笑皆非 要好好的嘲笑一番 笑他不知天高地厚 自取灭亡 但现在人们没有那种心情 死去了那么多大修士 在这里见到荒这么的淡定 苦苦的参悟大道 只会让他们觉得烦躁 仿佛受到了羞辱 石浩真的很淡定 就这么盘坐着 这么多人来了 他都没有警醒 该说是他神经线条粗大 还是反应迟钝呢 石浩这么淡定 结果让这群人不淡定了 这不能怪石浩 因为他陷入到了奇异的境地中 这十分可怕 也很悬疑 不可能立刻回归与复苏 但是他无惧早就死存过了 因为在这株古树下是安全的 谁敢妄动杀念 那下场注定会很惨 这个蠢物 居然入定了 陷入深层次的修道境中 想给他一个活命的机会都不行啊 他终究是要蠢死 这些人笑了 很多人都围来 在四方困住山岭 或站在巨石上 或站在高山上 隐隐绰绰 人数众多 当然 这一次是大军来此 不可能全都是大修士 但是八千人马中 还是有数十名大修士的 为的是防备 十号逃走 特意出动大高手 锁住此地 不给他丝毫的机会 至于其他人 都是为了地毯式搜索 而被派出的部分人马 忽然 有人眼间 看到了沼泽中的黄金狮子 他虽然被封印 此时一动不能动 且被扔在泥瓦中 但还是被抑郁的人发现了 第1992集 那不是五位狮子一脉的传人吗 一些人吃惊 这头狮子可是非常厉害的 在年轻一代中赫赫有名 他居然被生擒了 并且被镇压在那里 姿势屈辱 近乎臣服般 半跪在那处泥坑中 正对着十号 这头狮子战力极强 居然被他擒住了 对五位狮子一脉 很不好交代啊 真是耻辱 黄金狮子一向自负 现在去扶手 埋头在泥地中 也有人大怒 黄金狮子看到了众人 他非常焦躁 眼中闪现过忧虑 但是却没有任何办法沟通 因为他被封印了 十号这一次闭关 怕自己陷入深层次的无我状态中 故而先一步锁住了 黄金狮子的肉身与神魂 这一刻黄金狮子急躁 恨不得想扬天大吼 他很想提醒众人 千万不要在这里动武 不然的话将是一场大祸 因为他已经听荒讲过 在这里动手必死无疑 不久前他曾想出手 还是荒主动化解掉的呢 没有让他送死 黄醒来吧 摘你头颅的人斗了 有人开口 静止从暗中站了出来 盯着前方冷笑连连 退后 一位老者非常严肃 低声呵斥他 因为有些人的确很谨慎 尤其的领军老者的提醒 怕出什么变故 毕竟之前可是死了那么多人呢 一些人尴尬 恨不得想弄醒十号 将他揪过来 想折如鱼暴打一顿 然后再杀他 可是现在老者警告他们 不好轻举妄动了 有人惊喜 情绪波动剧烈 那口箱子在他的腿下 盯着十号的腿下 有一口烂木箱 就是他终于见到了 前辈 我们也太谨慎了吧 黄明显水陷入误道境界中 可以轻易地斩杀他 还等什么 请让我过去 割掉他的头颅 将箱子带回来 有人请站 不行 不得妄动 几位统领 几乎是一致否决 很多人都感觉憋气了 都见到慌了 看到他在那里盘坐 居然还能忍得住 都觉得这几个老头子 仅剩过头了 远处黄金狮子 微微松了一口气 觉得还要是老辈人物 沉稳 面对这等必胜的局面 还能稳住 值得佩服 一位头领说道 黄虽然年少 境界没有我等高 但是能活到现在 肯定有其过人之处 而且我怀疑 不久前死了 那么多大修士 也许与他有关 或许他有办法 引那头骨兽出手 黄金狮子探服 几名老头领 说到了点子上 让他深感僵 还是老的辣 然而很快 黄金狮子就震惊了 内心狂躁到极点 脸色发白 恨不得吼出来 因为几名老者 做出了让他觉得 恐惧深感惊悚 与害怕的决定 跟他预料中的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等必须严肃以待 接下来一起出手 直接击杀荒 不给他复苏后 可能会召唤 那头骨兽的机会 竟有头领这样说道 做出这样的决断 前辈 这也太谨慎过头了吧 就一个荒而已 我一个人过去 就斩了他了 况且 又说话这个时间 都足够我去杀他几个来回了 有人表达不满 哭树下 黄金狮子听到 恨不得使劲点头 暗暗祈祷 千万不要出手啊 万事小心 这个黄狠不简单 我怀疑他是故意的 想引我们过去 也许前方有什么危险 也说不定 任何人都不准过去 也暂时不要想着 救那头狮子 一会儿都给我出手 一起轰杀他 我不信他还能活下来 即便那里有所谓的埋伏法阵 我等距离足够远 也足以置身险地外 一位老者沉稳地说道 好吧 便宜他了 原本我还想让他 清醒地体验到 沦为阶下 乔石被折辱的感觉 有一名壮汉 不甘心地说道 下一刻 许多人浑身发光 开始准备出手 都在运转祖树 当然 最后方的那些人没有动 因为觉得没有必要 前方的大修士出手足够了 慌必死无疑 将行神俱灭 出手 一位头领白发披散 一声大喝下了命令 哄的一声 许多光束冲向前去 杀意滔天 神通分成 最强大的祖树袭击 全部集中向荒 要对他展开绝杀 很明显 这些人恨透了时候 恨不得将他立刻打成肉泥 全都动用了法力 故此 这片祖树看起来 非常的壮阔 神能波动剧烈 如同汪洋在祈福 但是 结果却超出了 所有人的预料 让他们难以置信 而后极度恐惧 接下来 瞳孔极肘收缩 而后又迅速放大 因为 那株枯树 仿佛化成了 一尊盖世魔王 碗千枝条伸展 乌黑的圣人 急速而来 震散他们的祖树之光 刺到眼前 扑扑扑的 血光漫天 这个地方成为了修罗厂 太凄惨了 惨叫声 跨越空间 传到了森林之外 因为有人通过神秘古堡 在关注那个方位 可以捕捉到动静 不好 发生了什么 森林外 一干重要人物 面色骤变 全都预感到大事不妙 紧接着 他们看到了那个方位 血光冲天 一片赤红染红了天穷 难道说 真的发生了意外 悲剧又一次上演 一位领军人颤抖 面色铁青 十分猙獰 震惊的看着那个方位 其他人的面色 也都变了 脸色要多难看 有多难看 胸膛剧烈起伏 呼吸粗而重 都在遥望天寿森林深处 就这么一瞬间 所有人的冷汗都出来了 通体冰凉 预感到了极大的不祥 因为那个方位太明显了 正是发现荒的地方 毫无疑问 肯定出大事了 血光滔滔 冲销而上 这是大灾难 大灾难 一般来说 是很多强者同时陨落才出现的场景 有人声音非常不自然 这般说道 不用解释 所有人都心中一沉 一位老者焦急的吩咐道 去 看一看发生了什么 是不是真的出事了 如果再出事 他们真的不敢想了 接二连三出现变故 是否预示着诡异与大凶 早有传说 天寿森林不能轻易踏足 非常容易出事 再来的时候 他们还心存侥幸 总觉得大军压境 有至尊跟来 无所畏惧 现在看来呢 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这个地方太可怖了 比传说还要要挟 不久后 有人惊慌禀报 不好了 的确是那个地方 血雾弥漫 可惊恐声 不觉悦耳 那里出大事了 轰的一声 在场的高手都感到脑袋冲血 一阵头大 心中压抑无比 这则消息太糟糕了 从来没有遇上这么邪门的事 为了一个年轻人 出动那么多大修士 结果却平白 陷一些强者于死境中 事情到大了 那可是数千人马进去 到底发生了什么 看样子 即便没有全部死掉 也差不多了 一位老者嘴唇都唾唆了 你确信 那里出了意外 说话不利索 他内心惶恐 第一次损失超乎预想 是他 那里出事了 禀报者很肯定的说道 天哪 发生了什么呀 为何要这样 这难道真是一片诅咒之地吗 无法打足 有人撕心裂肺的叫道 可以说 这里都是高手 平日间都很沉稳 少言寡语 可现在却失态了 有些不顾形象 今日发生的事 实在令他们受不了 回去后 他将有面临各族的责难 质疑他们的能力 因为那些人都是从各族抽调来的好手 就这么丢掉性命 死得不明不白 那些族群怎么会善罢改凶呢 前辈 请出手 一群高手 多以虚空叩手 仰头望向天宇 带着袭击 更有一种巨异 那里有几道模糊的身影 缭绕混沌器 正是来自异域的几位至尊 负责在这里压阵 一直保持着沉默 现在众人恐惧了 无法想象天兽森林中出了什么问题 想请几大高手去镇压 只是 一味至尊睁开眼睛轻声叹息 这片山里 我们不好踏足 你们应该知道传说 我等进去 可能会更危险 可是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乱子 一位老者低语 他们实在无奈了 到现在都不明白 为何会发生第二次悲剧 第1993集 天兽森林深处 枯树附近 血雾弥漫 这次真的死了太多的生灵 那一条又一条干枯的树枝伸展 比闪电都要快 击杀一名又一名大修士 但凡出手的人 没有一个能逃走 全被刺穿了 他们不明所以 自然剧烈挣扎 竭尽所能的抗争 动用最强大的祖树反击 结果一些人爆碎 那些树枝轻轻一枕 就足以将一名强者撕裂 如同破步娃娃一般不堪一击 许多人都死了 还有一些人被钉死后 躯体留了下来 被送去轮回 通过一条空间通道 坠入轮回池内 其他人见状自然都惊恐 就是之前没有出手的那些人 也都出击 为了自保 为了逃脱 全都催动法器 秘书等 结果这里绚烂至极 但这也注定了是一场悲剧 更多的黑色枝条冲出 如同自地狱中探出的死亡毛蜂 击杀那些生灵 在血雨飞洒中 在乌光交织中 一群又一群抑郁 生灵毙命 惨不忍睹 数千大军 到头来只有少部分人离得够远 且吓得实话了 没有出手 而暂时保住了性命 最后他们没有战役 没有勇气 转身就逃 这样的个别人 活了下来 黄金狮子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心胆皆寒 面孔发白 惊悚到寒气遮体 这桩惨案 比之在轮回池那里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么一批强者 死得太可惜了 才一出手就全被盯死 黄金狮子看得清清楚楚 这一惨剧就在他眼前发生 让他浑身皮毛乍立 觉得异常可怕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这里血雾弥漫 已经静悄悄了 黄金狮子才从石化与惧怕中回过神来 他悄悄的撇了一眼 时好 结果一阵发呆 露出无比复杂的神色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石化很安静 自始至终都没有醒来 依旧在那里闭关 静静的盘坐 都根本不知道外界发生的事 在这一刹那 黄金狮子为那死去的大修士 感觉可惜 这么强势而来 信誓旦旦要击杀对手 可是到头来 那个年轻人慌 都没有睁开眼睛 甚至不知道他们兴师动众的 第二次围杀 这是何其可悲的事 抑郁的这股大军 致死都没有惊醒石号 亡死在此 而对方始终淡定的在悟道 双方这样对比一看 太荒谬了 黄金狮子叹气 如果那群人地下有灵 知道这种情况 估计全都要大哭出来 这是他大爷的什么事啊 石号并非黄金狮子 想象的那么安宁 看着祥和 其实很危险 他在内心中挣扎 在血拼 他看起来寂静无声 是因为内心被血菩提的烙印所吸引 徜徉在一片道泽化成的世界中 这里金色庙宇宏伟 只是藏经阁等建筑上的金色瓦片在堂写 并有黑雾笼罩 引风怒嚎了起来 石号在厮杀 在击战 在黑雾中血拼 魔化的菩提树 燃写的金色古庙早已不是净土 自从他推开藏经阁的大门 便有一群金身强者冲出 跟他大战 并且到后来金色僧人消失 一群漆黑如墨的僧侣出现 如同魔王怒吼 向他扑杀 而且虚空中不稳 不断撕裂 每一道大裂缝中都可以看到一片战场 疑似见到了上一纪元的真仙大决战 石号看到了不少经书 但是却没有办法开启 在这里拼命 每一次进入藏经阁 都会引发各种异象 历经血战 九死一生 他几乎死在自己的心灵世界中 最后终于开启了一部古经 散佛八识 就是这个名字 拥有一股奇异的秘力 是他唯一所能开启的经书 为何这部经文认可了他 石号不知道 直到当他诵读经文 他才明白原因 这就是古佛十八拍 是由这八式演绎出去的 之前他在轮回池下的六扇门户前 曾见到许多石刻图 其中有八幅石刻为结印的姿态 吸引了他可缺少心法 现在他得到了 他明白为何能够得到 有前因 他先是通过了古佛十八拍的考验 又见在石壁上见到结印手势 掌握这些 才从而在此处发 只是在阅读这部经文时 他极度的危险 石号险些死掉 因为这原本发黄的古书 突然淌血 冲起阵阵黑雾 他遭遇了可怕的阻击 那是血菩提魔化后的力量 轰的一声 现实中一声矩阵 黄金狮子震惊 因为他看到石号 突然身体一震 嘴角一血 接着见到有八只黑色的大手 从石号背后探出 向他排击 魔化后的散佛八式 在现实中映现了 这是石号遭遇的危机 他在心中征战 而现实中他也在结印 正是散佛八式 跟魔化后的八只黑色大手 剁一轰 令这里矩阵不已 黄金狮子吃惊 这枯术怎么没有立刻杀死黄呢 黄金狮子做出判断 还有佛性 他认为石号通过轮回池的考验 在这里又误得经文 虽然菩提古术魔化了 但也还残存些许佛性 故此抵住了杀机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石号睁开了眼睛 宝像庄严 他背后的八只黑色大手消失了 他截神圣法印 如同战佛一般 石号内心不平静 散佛八式很强 绝不是一般的神功 是古僧一脉的护道大法之一 攻击力极强 现在他掌握了 黄金狮子神色复杂 既羡慕又嫉妒 他盯着石号心中坦息 他见到石号宝像庄严 如同最强战斧一般 脑后神光环 普照神灰 立刻明白了 对方得到了志强传承 黄金狮子一脉 跟古僧一脉渊源太深了 曾经就是佛性 自然知道很多秘密 他见到石号的神太后 便也知道 那是感悟佛门古老 降魔天宫后的威严样子 震慑八荒 那种射人的气质 为占佛一脉所独有 啪的一声 石号拍了他一掌 解除部分尽致 令他可以传音与开口了 你得到了战斧内族的神童 黄金狮子颤声问道 古僧也分有数个族群 战斧一脉是极其强大的族群 以战而闻名于世 法力高深无比 石号皱眉 什么战斧 我只得到散佛八事 但他还是说出了 想从黄金狮子嘴里了解这门神功的底细 什么 黄金狮子心颤 神情越发的复杂了 所谓的散佛八事 那是战斧一脉最强神功 他听过传闻 古佛十八拍就由他而生 所谓战斧一脉 大多原本都不属于古僧一脉 是外来族群 皱眉了佛门成就最高层次的生灵 号称战斧 故此 战斧族群非常可怕 精通佛法 还有其他古法 融合在一起 形成无敌功 黄金狮子叹道 散佛八事 是战斧一脉最强大的法 他道出了事实 之所以带有散佛二字 是因为战斧本就是外来族 不受拘束 游历天下 跟散人一般 故此 有时呢 也称他们为散佛 十号详细向黄金狮子了解 双目战战 心情大好 这果然是不是功法 那篇经文只有八页 一页一首饰 以及一段心法 很简单 结果却是威力强绝于世的 古代攻击大法 哎 发生了什么 远处怎么有一些血涡 十号惊讶的问道 血涡散的差不多了 但是远处的山地还是有一些 稀薄的红色很奇艳 黄金狮子一阵无语 更加为那些死去的大修士 感觉可悲 到了这一步 郑主都不知道他们那么的拼命 那么的悲壮 兴师动众 气势如虹而来 结果全部被忽视掉了 十号问道 说 到底怎么回事 黄金狮子很无奈 有一种无力感 虽然愤懑 但还是道出了究竟 第1994集 十号大笑 真是出乎他的预料 居然死了这么多异域高手 让他心中畅快无比 虽然知道这株枯树很要挟 在桌里闭关 只要不懂杀念会非常安全 但是没有想到他会击杀这么多敌人 十号的笑声很大 在黄金狮子听来格外的刺耳 但他也没有办法 十号站起身来 我心甚畏 他们不开眼 尽可以来 可惜啊都死了 不然的话我正要练手 检验一下散佛巴士的厉害之处 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十号在那里感慨 颇为自恋的说道 这些话语实在是有点让黄金狮子备受刺激 不过 此时的十号是强大的 也是自信的 的确想挑战异域的高手 他进军斩我境 并稳固住了境界 并且他不是一般意义的破关 而是直接冲销而上 接近斩我境界中期了 所谓压制的狠突破的猛烈 这一次他收获巨大 而刚才经历血菩提的魔力 与洗礼 他彻底稳固住了境界 此外还得到了散佛巴士这种功法 他不是一般的自信 很想杀出去 黄金狮子说道 我也想闭关 在这里悟道 你能否帮我解开所有封印 这一次倒不是想逃走 而是因为眼红 他看到了十号的强大 以及惊人的收获 也想用血菩提魔力 开启树体中的传承烙印 可以啊 十号很痛快的答应了 但是眼中却有一股莫名的神采闪烁而过 哄的一声 结果时间不长 黄金狮子就矩阵大口磕血 并且有一只金色 但却带着血的大手浮现在他的背后 轮动下来 将他击得四分五裂 险些暴碎 黄金狮子第一时间复苏 翻滚了出去 哇哇的连续吐血 试试萎靡 精神不振 遭遇了重疮 他的脸色震青震白 想如荒内般闭关 结果发现他不行 虽然触动了树体中的传承烙印 但是却被阻击 他挺不住 要知道 刚才的那只金色大手 虽然厉害 但是肯定比不上散佛八十 结果他依旧吃不消 承受不住 试浩平静的说道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此闭关 这一次 黄金狮子难得的沉默了 没有反驳 也无怒火 他在反思 自己真的跟荒 有不小的差距 走 我们出去转一转 十号拍了拍黄金狮子的头 珍荡宠物一般 并且坐到了他的身上 骑着他向外而去 无畏狮子一脉 自古横强 结果现在却成为了别人的坐骑 让这头狮子瞳孔寒光四射 但最终他忍住了 一是因为重伤 二是之前就曾暂时低头 他不想在这个时候对抗 避免为自己寻死路 嗯 这就对了 十号点头 让他变化躯体 大概为一丈长 大小适中 骑着他离开枯树区域 因为 他不能总是待在天兽森林 得想办法离去 现在他开始寻找机会 天兽森林外 几名姓存下来 最终活着离开的 古树区域的生灵 正在颤抖 战战兢兢 讲述经果 那个场面 太恐怖了 所有出售的人都死了 那株干枯的古树 击杀了每一个大修士 这样的话语一出 引发大震动 就是虚空中盘坐的至尊 都相继睁开了眼睛 心有忌惮 有人问道 慌呢 他在闭关 一直没有苏醒 其中一名幸存者羞愧的说道 觉得无言以对 果然人们哗然 死了那么多人 牺牲了那么多高手 连慌的毛都没有碰到 而他从头到尾 甚至都没有醒来 这太荒谬了 许多人恨不得大骂一声 实在让人恼火气愤不过 但是他们又能说什么呢 抱怨吗 数千人陨落 再说过激的话都没有用 只会让士气越发的低落 有人恶狠狠的说道 混蛋 应该将他无数分尸 而后点天灯 一位老者愤怒 看住他 我就不信他不离开那株古树 看他能躲到什么时候去 一旦出现立刻围杀 这样吼道 也等于是在下命令 天寿森林内 十号骑坐在黄金狮子身上 一路很悠闲 十号指点 那里有修士 给我过去 黄金狮子尽管不情愿 但是一声低吼 还是化成了一道金色闪电 向前冲去 呼的一声 山林中狂风呼啸 那是因为这头狮子速度太快了 所过之处 如同飓风过境 黄 他居然出来了 这是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狱无门自来头 有一名壮汉 狂笑不已 同时带着杀意 向前杀来 这对人马不是很多 只有六七人 为首者是那名壮汉 心进堕一境界没多久 他自认为能以高境界轻易碾沙皇 可惜 这一次他踢到了铁板 因为十号已经突破 成为斩我境界中期的修士 且出德神功 正要找人练手呢 这才一交手 十号就动用了散佛巴士中的第一式 轰杀了过去 短时金光澎湃 散发巴士非常奇异 他主要以寻找破绽为主 而后将对方的缺点无限放大 给予致命一击 可以说 这种古法极其可怕 一旦被抓到机会 将会给予敌手致命的威胁 果然壮汉大意了 而十号却沿着一袋 两相对比 第一击产生的效果超出所有人的预料 十号坐在黄洁狮子上 身体剧烈摇动 但是没有栽倒 而那壮汉却是一声怒吼 大口磕血 整条手臂扭曲 他横飞了出去 一群人都呆住了 这可是对一境界的修士啊 居然被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轰退了 遭受重创 黄怎么会如此可怕呢 不久以前还被对一境界的大修士追杀呢 现在居然可以反击了 轰隆一声 这片山地摇动 伴着怒吼声 伴着血雨 一羽这名强者被击杀 死在这里 这影响巨大 剩余的人面色全变了 而十号自己则非常满意 有些激动 自此之后 他的战力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越发强大 什么 慌出来了 他主动出击 猎杀我界的修士 当天兽森林外 一群强者得到禀报时 全都发呆 有人怒吼 该死 可可那 他居然敢主动出击 给我去围杀他 一羽的森林还不知道 十号猎杀的目标有多强呢 只见到原地的血迹 以及在远处听到了惨叫声 所了解的 还是很有限的 不然的话 这些人不会这么叫嚷 一窝蜂般的冲进森林深处 因为他们太愤怒了 为了烂木香 兴师动众而来 结果一个荒而已 因种种原因 使他们损失惨重 到现在为止 便是天穷上的几位至尊都快坐不住了 有人已经动怒 既然他走出了那片诡异的地方 那就好办多了 全面搜寻 确定他的位置 然后 遣除真正的高手 去阻杀 有一位老者很稳重 这般吩咐道 不过 一支又一支队伍上路 能有几人听得进去呢 因为带队的都是大修士 这些人现在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立刻击杀荒 出一口恶气 不然难解心头之恨 数千生灵说死就死了 这是何其惨痛的祸事 想一想就心痛 那可不是一般的人 都是各族的高手 是精英 山林幽静 偶有天兽出没 凶猛而猙獰 便是抑郁的修士 也在躲避 不愿跟这种古兽遭遇 因为没有必要 这种天兽非常强 意识不清 跟这样的巨兽血拼无矣 得不偿失 有人发现 这是一个银发男子 不要让我看到他 不让我斩他成肉泥 有人发喊 这是一个银发男子 中年相貌 鹦鹉 非凡 第1995集 许多人都对他敬畏 因为深知他的可怕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短衣修士 他还是一名强大的王族 唐吾义族 在王族中赫赫有名 由战力著称于世 该族修士 历代中常有人 而挤身近同代 前二十大高手内 如果十号在这里 一定会感觉到熟悉的契机 因为他曾经杀过 这一族的年轻高手 当初在大赤天边疆 他一人独占十大高手时 曾斩杀过一头唐吾 那个年轻人不曾化成人形 螳螂的双臂 蜈蜈蚣的躯体通体银柏 斩力着实不俗 如今 这个银法中年男子 正是其足书 是该族很有名的一位高手 如今已经晋升 队一境界 有意思啊 死了这么多人 都奈何不了那个小子吗 本座出马 若是能取到他的首级 也算是一桩美事 另一个方位 一个面色苍白 身体看起来发虚的中年男子 也在自语 笑得很诡异 有人惊呼 那是地灵族的前辈 地灵族 一个中年不喜阳光 总是愿意待在黑暗中的种族 有人说他们是 因灵夺赦人间生物 而诞生的种族 这一族有奇异的本领 常年处在阴影中 最适合袭杀 上一纪元大战时 该族的盖世古祖 曾刺杀过多名先道高手 我们的目标是 那口木箱 一定要抢先得到 至于慌 见到了 直接宰了就是 别把他当做一回事 这是一个年轻人说的话 下的命令 说是年轻人 但其实也是相对于其他 堕疑境界的老者而已 他也是这个层次的人 但是远比其他人年岁小 最起码 外表看起来只有三十几岁的样子 至于真实年龄 没有人知道 料想应该算是年复立强的杰出之辈 他的种族很奇异 是一种植物 号称九幽草 诞生在一域一处黑暗深渊中 就在此时 远方传来呼唤声 有队伍跟荒遭遇了 发现了荒 一头金色的闪电 在山林中穿行 带起阵阵狂风 飞沙走石锁过之处 成片的古树剧烈摇动 落叶速速坠落 毫无疑问 那是五位狮子 他通体灿烂 如同黄金铸成 如今成为了十号的坐骑 硬着头皮 不得已听从他的命令 在林中奔行 有人震惊了 我没有看错吧 五位狮子一脉的传人 那个凡族者 被黄骑坐在了身下 这很有震撼性 要知道 黄金狮子在异域赫赫有名 何时沦为过坐骑呢 这一脉超越了很多王族生灵 可现在 他低下了高傲的头颅 成为了荒的坐骑 在山林中穿行 大战爆发 某一片山林中 十号跟一支队伍遭遇 激烈交锋 那里神光冲销 扶门环绕 生死搏杀 黄在那个方位 快去斩了他 山林中一阵大乱 各个方位都有人在行动 向那里蜂拥而去 可惜在他们临近时战斗结束了 山地中只留下很多血迹 荒已经不见了踪影 有人心惊说道 这个地方是紫英族的队伍 有一位 队一境界的前辈带队 居然被杀了 不可能 荒怎么能杀队一境界的大修士 不就前在山耀山脉时 他还被这个境界的大人追杀呢 人们难以相信 荒怎么会突然这么厉害 连队一境界的大修士都可以击杀了 谁还能治他 有人焦急的说道 快将消息禀告给其他人 小心戒备 荒的战力 跟我们所了解的不相符 是一个危险分子 哄的一声 又一处山地中爆发大战 荒奇坐在黄金狮子身上 手持一柄古刀 跟一个抑郁打修士厮杀 扑的一声 最后一刀将那人头颅斩落 并割杀元神 这个地方 血光冲天 神力澎湃 最后关头 那大修士暴提 想要拉着十号一起去死 结果他失望了 没有成功 荒的战力 跟所了解的完全不相符 让很多人神色凝重起来 天兽森林 气氛一下子紧张 抑郁修士眼中的矛头小子 如今成为了一个危险的生物 其实 十号并不轻松 虽说他晋升 斩我境界中气了 但是并非想象中那样 可以轻易跨境界 斩杀大修士 因为 修行到了后面 每提升一个境界都非常艰难 非天兽卓越之辈 不能做到 能将修为冲到对一境界的生灵 有几个是庸才呢 都是天才中的天才 都是自千军万马中竞争胜出的生灵 故此 对面这等强人 再想跨境界灭杀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有人在叹息 哇 他怎么可以这么强 才占我境中气而已 就能杀对一境界的大高手 当了解情况后 不得不震惊 终于 十号遇到了一些麻烦 因为被人围堵住了 一个银发男子站在那里 手持两柄血量的银刀 寒光四射杀气腾腾 毫不掩饰那种敌意 唐武祖的人 十号盯着他 天眼发光 见到了他的本体 银发中年人一声大吼 那命来吧 轮动双刀 向前杀去 这个景象非常恐怖 双刀断虚空 结空间 天地直接被撕开 大刀法子轰隆隆作响 伴着天地秩序 这银刀之威不可想象 这是了不起的敌手 属于王族 周围的生灵 见到都战战兢兢 为他而动容 远处有人赞叹 陶武祖的前辈果然可怕 不愧为王族中 赫赫有名的战族 强大至极 可惜 这种佩服 没有能持续多久 十号杀出真火 动用大神通 以散佛巴士 寻找破绽 接连 轰杀而下 到头来 银发中年人被活活的打爆了 化成血雾 扮着一些残骨 在这里散落 优宇族的人正好看到这些 怎么可能 见到这一幕 心中震撼 他才二十几岁啊 就可以杀多一境界的大修士了 若是到了我们这样的年龄 会有多么高的修为 忧郁族强者脸色难看 二十几岁的斩我境界修士 自古以来罕见 尤其是还琢磨的强大 能夸境界杀大修士 在异域一些人看来 这十分不正常 若是给荒几百年数万年时间 他会有多强 简直不可想象 二十几岁的展我境生灵 也许是前无古人了吧 有人做出这种猜测 因为他们不知道上一纪元是否有这样的人 但最起码这一纪元极其罕见 就是有也临近三十岁了 天资太逆天了 得血族杀了他 幼羽族的强者发出奇异的信号 呼唤其他高手前来围剿石号 可惜的是 他自以为躲得够远 藏得很隐秘 但其实早已被石号感知了 哄的一声 一头黄金狮子咆哮着 在他的山地隆隆轰鸣 已经冲了过来 如同黄金闪电 又若山洪般地动山摇 有羽族的强者硬着头皮迎战 大喊着沙 跟石号血拼 很可惜 一番大战 到头来 他被一道雷光击穿身体 浑身焦黑 死于肥命 第1996集 不好了 黄战力急忙 可以杀躲一禁忌的大雄士了 有多少人惨死在他的手中 消息终于全面传开 并传到了天寿森林外 这让一群领军人震动 一个个面色铁青 一个年轻人而已 居然拿不下还要付出血的代价 实在是磕脑 同时每一个人心中都冒出一股寒气 二十几岁的后辈 湛力却这么的害人 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有一位老者质疑 他真的不足三十岁吗 因为实在不能接受 有人禀告 已经确定 最多二十六七岁而已 甚至很有可能不足二十五岁 太幽腻了 必须杀掉 不然以后肯定是大患 在这个年龄段 有这等成就 几乎快要前无古人了 就在此时又有人来禀报 森林中接连有大修士玉席 一些人陨落了 就在这时 天穷上 一只盘坐不动的几位至尊中 有一人动了 带着混沌气 落在大地上 如同星辰海震动 许多人大惊 啊 前辈 你确信他才二十几岁 就能杀对一经纪的大修士了 这位至尊神色肃穆 从混沌中走出 是的 当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这位至尊一闪身 静止没入天兽森林 杀了进去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深感震撼 至尊终于懂了 这等人物一出手 哪里还有荒的活路呢 天地都要失色 日月都会颤厉 谁能阻拦 慌注定要被抹杀 因为相对于至尊来说 对一境界等同蝼蚁一般 这根本无法相比 差距太大 至尊是人世间的绝颠 是人道领域中的极致 只是人们也在担忧 这里是天寿森林 有很多解释不清的现象 据闻 至尊进去可能会招惹到劫难 这也是几位至尊来了后 已知沉默 静静盘坐在苍穹上的原因 天寿森林 传言为牢笼 至尊进去可能会触动某些禁止 被囚禁在里面 再也无法脱困 当然 若是足够小心与谨慎 没有令那些古代法阵复苏 就可以安然无恙 有人低声说道 希望大人不要出意外 他在默默祈祷 天寿森林太诡异 如果真将一位至尊困住 那对于他们来说 绝对是一则恶好 所有人都知道 那位至尊之所以要进去 全都是因为荒的超凡表现 现在竟不惜代价 要立刻击毙他 有人叹道 嗯 我明白了 前辈是担心他会窥视到先王陆 不然的话 何以至此呢 慌的表现太惊人了 二十几岁 可展堕一境界大修士 古来有几人能做到呢 有人祷告 希望前辈平安 一些人口中念念有词 祖先谢灵 请忽悠我族天月 天寿森林身处 血腥累累 十号真的开了沙戒 到最后 沐浴鲜血而战 突然 在他骑着黄金狮子 冲进一座山谷时 一道剑光冲向他的后脑 太迅极了 有人暗中袭杀 地灵族的大修士出手 这一族常年待在 不见阳光的地方 脸色苍白 如同尸鬼 而他们由于喜欢黑暗 连性格也很阴冷 游喜袭杀 是抑郁天生的刺客种族之一 当年该族的祖先刺杀过数位先道高手 十号头上有发丝落下 那是被秩序规则斩落的 剑光由符文构建成十分强大 十号躲避了出去 避过避杀一击 只是肩头稍微溅起一朵血花 是被秩序剑光擦中的 十号大吼了一声杀 锁定了此人 跟他击斩 噗的一声 到头来地灵族的强者陨落 被斩杀于此 远处 一位相对年轻的大修士 见到这一幕转身就走 不要说没有救援 现在更是逃顿了 跟随他的人一阵恶然 不禁富匪 因为在不久前 这个年轻的大修士 还在发狠 扬言说慌什么都不是 见到后杀掉就是了 他们的目标 主要是带走烂木箱 可是现在 那位大人居然逃了 这位稍显年轻的大修士 实在怕了 对方比他还要年轻许多 结果 却连杀 断衣境界的生灵 而他却不想送死 十号发现了 他自然一路追杀 大喊了一声 哪里走 并且这个时候 他封印了黄金狮子 将他送进一座空间法器中 因为 在森林中追击敌手时 哪怕黄金狮子不带弓 拥有急速 可也不如他快 噗的一声 到头来 这个年轻的大人被追上 一番血战 头颅飞离躯体 带着不甘 带着惊慌 面色苍白 被击杀了 原神被震散 就在此时 十号忽然觉得头皮发麻 不好 浑身肌肤绷紧 像是有一头恐怖的史前巨兽 盯住了他 让他寒意陡生 他转身就走 一刻也没有停留 快速朝着枯树所在的地方 断去 这是一种直觉 明明中像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对他不利 他若不必 多半会陨落 这就是天纵奇才 跟一般人的区别 跟十号相仿的生灵 都会有这种神觉 在危险到来前 会有一定的感应 他知道 多半要大祸临头了 故此亡命非盾 原本在他的计划中 要继续杀一些敌手的 然后再躲到轮回池 或者古树那里 不曾想 危险提前到来 还好 十号很有分寸 一直没有离开那株古树太过遥远 只是在属于他的近地外围转悠 故此 他第一时间逃了回来 盘坐在树下 谨慎地观察周围的动静 这一次真的太危险了 他觉得有一头可怕的古兽在临近 仿佛来自开天辟地前的混沌中 拥有无上的力量 周围一片寂静 什么声音都没有 仿佛一下子来到了天地的尽头 这很压抑 十号一动不动 就这么等着 看那位恐怖的存在 是否降临 事实上 远处的山地中 的确有一个生灵在接近 此人起初脉步时 伴着星河 有时光碎片缠绕在脚下 如同无上的君主 只是到了后来 他的脚步放缓了 不再是一步数以十万里 而是宁静 渐渐的如同常人一般 因为他很忌惮 这片古地中 对于对一境的修饰还好说 但对他这等存在 有极大的限制 不然的话 他一步就能到目的地 何须这么的谨慎 甚至一念间 就足以斩杀 天兽森林中的各种生机 便是那荒 也难逃他的一个念头 可惜他不能动用 那种无上力量 只能压制 并且需要观测 探出古代的禁制区域 不然的话 他会遭劫难 要知道 当年传说有仙道人物 都曾死在这里 终于他到了 临近这片森林中的一片寂静山林 那里有一株古树 漆黑如墨 通体没有一片叶子 他高耸入云 非常巨大 并且被神秘物碍笼罩着 在那树下 朦胧间 有一个年轻人盘坐 很小心 也很谨慎 在戒备着 接近的生物 号称至尊 自然有通天彻地之能 抬手就可以抓下月亮来 实力恐怖至极 只是 这个时候的他 越发的严肃了 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盯着这株古树 他平静自语 当年 这片山地中 没有这样一株树 它是后来 从血泥中 长出来的 因为 一遇有人来过 知道这片地狱 过去只是一片 血色泥沼地 燃血的菩提树 曾埋在沼泽下 如今冲出 要生根发芽了吗 它再获生机 会长成什么样子 这位至尊在凝视 一动不动 就在此时 十号浑身寒毛 倒树的感觉消失了 身上的鸡皮疙瘩不见了 他觉得很是奇怪 难道那个未知的存在 走了 没有来这里 然而当他抬头 看向远方时 却是一阵 感觉惊悚 第1997集 因为 就在那远处 山岭入口那里 有一道身影 静静的站立 凝视着这里 如同画石般 那个人来了多长时间了 他居然无感觉 没有发现 而且 为何发毛的感觉消失了 不能感应到危机 十号心中震撼 这绝对不正常 那个存在分明近了 都已经进入了视线 那种耸人的感觉 为何会消退呢 只能说明 只能说明这个存在极其可怕 立身在那里后 如同从古今消失 不可感知 十号做出了这等判断 至尊 因为那个人太可怕了 无法揣夺 不能窥探 身不可测 在那里 有混沌气弥漫 很浓郁 根本看不到那个生灵的真容 只有一双眼睛开合时 如同烈日蒸腾 下一刻 那道深影消失了 原地只有些许混沌物 马上也要散尽了 那个人像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 太神秘了 同时也非常恐怖 让十号担忧 他觉得 这地方不见得能防住 四野茫茫 寂静无声 那个人不见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 但是十号却知道 如果对方是冲着他来的 不可能真的走了 至尊亲临 岂能无功 忽然 十号感觉到一道熟悉的声音 就在耳畔响起 走吧 回地关 很清 但很真实 十号一惊险息叫出声来 因为 这是大长老孟天正的声音 前辈 真的是你来了吗 这里有一位至尊 你要小心 十号赶忙暗中回应 无妨 他若动手了 我便杀了 大长老孟天正的话语 很简洁 十号心中激动 大长老孟天正亲临 让他一下子放心了 他坚信 无论敌手多么强大 他都可以平安归去 大长老的声音传来 你不要立刻起身 等待时机 而后 养座要离去 若是那人出手 我顺势击杀 除掉一位至尊 语气中有坚定 也有自信 更有一种震慑人心的力量 令十号越发的放松 因为心中有了强大的底气 十号猜测 大长老是想以他为耳 引那人靠近 而后冷酷出手 进行斩首 至尊的袭杀 肯定要天崩地裂 鬼哭神嚎 以激之下 兴斗倒转 八皇皆崩 修为到了那个程度 真想暗中袭击 在人道领域中 简直无解 故此十号内心激动 也许要得见 至尊陨落的画面了 不过他表面看起来很平静 在认真观察 没有露出破绽 十号再次盘坐很久 直到外界越发宁静 他才起身 做事要离开这片区域 他心中兴奋 这能击杀一位至尊吗 难以抑制 那个级数的人 号称人道无敌 屹立在绝颠 十号一步一步的远离树根 那里向着外面走去 至于黄金狮子 早被封印在空间法器中 没有让他出来 不想因他而发生什么变故 十号走得越来越远 终于要离开这片区域了 不过古树庞大 枝雅伸展的格外圆 铺天盖地 闪动无光 然而就在十号将要踏出这片区域时 不知道为何他心中冰凉 有种经济的感觉 神魂微微发抖 这是为何呢 他有些不解 大长老来了 难道还不能阻杀敌人吗 还会有危险 十号相信这种直觉 这不是修为 并非道行 只是一种本能 但这种灵觉不是每一位强者都能拥有的 可以说有些人灵觉格外的敏锐 而十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提前有感 觉得有凶险在临近 十号传音 大长老 你要小心啊 我担心那个至尊不简单 需要防备 依旧朝着不久前的方位 大长老说道 无妨 我已做好准备 他若临近我所屹立的位置 占据有利地时 正好可以横击 或许会占一位至尊 十号暗中点头 大长老是一个稳重的人 活得岁月幽远 若无把握 不会这样说 他再次前进 只是几步迈出后 他内心深处越发的不安 总觉得将有不好的事要发生 仿佛末日要来临了 十号因此而震颤 非常不解 那种体会是一位修饰最本能的神觉 为什么会这样 他想不明白 与此同时 他感觉五脏间有几座宫殿浮现 隐月间传来诵经声 并且有一个小人出现 疏得睁开了双眼 望向他的内心 十号的内心世界 机灵灵的打了个冷颤 是三朵大道之花绽放后 盘坐在其中一朵上的生灵 疑似活在过去 这一次 那个生灵不是盘坐 其头上的大道花朵中 而是在体内五脏间徘徊 那里有五座宫殿发光 流动大道气息 十号自问 为何 这是市井 他心底冒出了一股寒气 那个小人应该也算是他自己 这是在变相的警示自身吗 十号面色平静向外传音 前辈 我忽然想到一个稳妥的办法 保证可以击杀那个至尊 哦 说说看 我先暂且退回 一会再说 十号平静的倒退 回到了古树进前 直接又盘坐了下来 说吧 大长老孟天正的声音响起 询问十号 只是 这一次十号一语不发 静坐那里一动不动 而大长老几次开口 他都没有给予任何回应 不错 远处 一道身影朦朦胧胧 模模糊糊 站在混沌中 看着这里 这一刻 十号寒毛倒数 正是之前见到的那道身影 异域的至尊 虽说有古树的原因 遮蔽了外界太多的神通树法 但你能在我的乱神觉下警醒 还是超凡的 至尊下没有几人可以做到 那个人在称赞十号的本能神觉 急于肯定 这一刻 十号从头梁到脚 一阵森寒 出了一身冷汗 他阵阵后怕 那道身影是异域的至尊 从来就没有大长老 所谓的传音等都是假的 他刚才如果醒悟的稍晚一些 那么就彻底走出了 古树所能笼罩的范围 只差了一小段距离 都到边缘了 那种后果 想一想就觉得可怕 让他冷汗长流 十号擦去额上的冷汗 不是大长老 可是刚才真的很像 他一阵皱眉 那种气息太像了 这个至尊居然能模仿 不过 想到对方提到的神功名字 乱神诀 他有一阵释然 肯定是迷乱人心神的大法 他险些陷进去 情有可原 毕竟 那是一位至尊 一个站在人世中 难求一败的存在 你堂堂一代至尊 号称人道无敌 却对我一个后辈施展 祸身手段 不够英雄 哪怕面对一位至尊 他也敢开口 并不惧怕 那模糊的身影笑道 杀生术还分什么英雄 与萧雄吗 他并不在意 要是孟前辈在此就好了 十号叹息 可惜他觉得不现实 此时他彻底恢复过身来 孟天正他敢来吗 到了又如何 自己多百要陨落 那个至尊冷漠的说道 在他一念间 天空中有大星转动 隆隆作响 而脚下肝拳 孤孤而涌 至于虚空中 则长满金莲 伴着规则之力 这是他一念间的异象 随着他的开口 就有这种超凡景象 令人生畏 第千九百九十八集 是吗 伴着一声冷哼 天兽森林中 有以一柄血量的神剑横空 向前劈去 斩向异域的至尊 这太突然了 黄金光灿烂 有一个年轻人浮现 满头黑色长发 劈散 右手捏剑绝 画成一柄仙剑 斩杀向异域至尊 那股气势太强盛了 震撼天兽森林 这一刻 他气虫斗牛 金光耀天雨 要在这里打开杀戒 毫无疑问 这是一位至尊 强大无匹 震动天上地下 噗的一声 抑郁的那名至尊负伤 几滴血从内部射出 直接毁无银的山林 让大地崩开 岩浆翻涌 这震撼人心 他负伤后 惊血倒流 只有几滴落地 可是一下子就毁灭了 八九万里山川 惊悚人间 这种血随便一滴 若是落在星辰上 都可以压碎一颗大星 抑郁的至尊冷漠的说道 孟天正 你真敢来 不得不说 他的沉闻雨大气 令人惊叹 分明遭遇 剑决一击 可是却依旧冷淡于阵顶 没有慌乱 大长老 十号震惊 大长老终于来了 并且在这关键时刻出手 只是十号心中非常震撼 因为现在的大长老 跟过去见到的样子 完全不同了 年轻的过分 生命朝气蓬勃 这是一个年轻人 不过二十余岁 处在黄金岁月 血气强大的射人心魄 身穿黄金战衣 发出的光辉 让太阳都在摇动 这不是错觉 而是真实的 此时的大长老黑色长发 披散 谋战冷电 英俊面孔弱 刀削一般 修成躯体强健 身负金色甲皱 如同一尊战先临时 他的血气波动 影响到了乾坤 语外 有大星抖动 至于日月 更是在共鸣 速速而产 若非有古术阻挡 十号相信 自己一定会难受无比 将会承受 无与伦比的压迫之力 十号怎能不惊颤呢 最强状态的大长老 这个年轻状态的孟天正 从未见过 拥有志强的力量 年轻的生命朝气 还有汪洋般的血气浩荡 不可揣夺 当初 就是跟王长生激战时 大长老都没有显现过这种姿态 而今 面对抑郁敌手时 他终于解开封印 动用自己黄金年代的无上力量 这才是至尊级的时间力量 看来 满长岁月以来 没有几人真正见识过 抑郁的至尊喝道 孟天正你敢来此 才自觉坟墓 我死不死难说 但我知道 你的性命或许不保 黄金岁月的孟天正开口 英字薄发 宛若一尊 斩仙一般 他拥有无与伦比的力量 眸子开合间 撕裂虚空 电闪雷鸣 天穷上有诸多星体 跟着共鸣 孟天正趁十号一招手 来 要接引他离去 十号健壮急速而来 没有任何犹豫 主动离开这株古树所在的区域 因为 这一次他的本能直觉体会到了 平和还有雄魂 以及胜烈的阳刚之气 而非刚才心中的冰寒雨 惊颤 他知道 这个人是真正的大长老 不再是虚假的 抑郁的至尊出手了 若是戴上他 你自身将难保 抬手间 掌心内发出璀璨神红 阵列乾坤 轰的一声 浴外 有一些星体炸开 神光冲销 景象恐怖 呛的一声 孟天正捏剑绝 横扫乾坤 那剑芒太过可怕 璀璨的让人睁不开眼 剑光展动河山 更是斩进了浴外 天寿森林外 所有人都震撼 这是什么人 那剑光未免太可怕了 冲进浴外 灭掉一些星体 这剑芒得有多长啊 吃的一声 就在这一刻 天寿森林外的几名至尊都动了 他来了 杀 这是几人不同的话语 下一刻都从天穷上消失 有一人没入天寿森林内 其余三人则出现在天寿森林外面的 其他方位进行围堵 他们不敢全进去 因为里面极度危险 先后进去两人已经算是在冒险 吃的一声 十号冲出那片血色沼泽来到了外面 大长老脚下立时出现一条金光大道 并且抬手间将他接引了上去 护他平安 想抱他 你自己会陷入死境 抑郁的至尊说道 一声大侯天地摇动 群山崩开 探出一只巨手向前拍击 这一刻天刚茫茫混沌爆发 毁灭之气席卷天上地下 他要活活震死时好将之毁灭 而大长老若是相救的话必然要分心 一念间大长老将十号接引到近前 将之收进自己的一口洞天内 这样庇护 抑郁的至尊冷漠的说道 没用的 你应该知道 我们就等着你来呢 呛的一声 在他手中出现一杆血色的战机 直接压榻虚空 向着梦天正劈去 这一刻天地黑暗了 因为当这杆大吉出现时 天空中的太阳暴碎 一下子就毁掉了 浩瀚边疆 有很多颗太阳悬挂 但是这里却只有一颗 被他大吉外放的气息震碎 至尊的力量不可揣夺 争的一声 大长老弹指尖指芒飞蛇 长达数以十万里 简直要斩进天上地下 披重血色战机 哼的一声 抑郁的这名至尊咳血 因为他之前受了重创 大长老曾斩过他一剑 虽然只有几滴血洒落 但剑翼早已渗透进他的骨子中 这一次他咳的血依旧是倒流 最后唯有一滴飞起 冲入狱外 当即击穿多颗星斗 让他们暴碎 天兽森林外众人看得震撼 浑身发冷 这是至尊在交手啊 他们心中恐惧 大长老却主动先退了 朝着天兽森林外而去 因为一遇有数位至尊在此 早已为他设下杀局 就等着他来呢 显然双方都知道怎么回事 只是大长老的脚步迈得有些慢 不够迅疾 同样后面追赶的抑郁至尊也是如此 移动脚步时很有讲究 甚至在一些地域 根本就不会出手 收敛气息 不会崩开虚空等 因为 这片山林有古代仙道法阵 有许多禁制 一旦触及会引发恶难 将他们禁锢 成为至尊的囚牢 后方有人喊道 孟天正 既然来了 何不来谈一谈 那是另外的异域至尊 多了一人在接近 突然 孟天正催动剑气 向着山林某一处斩去 顿时让那里崩开 并且引发先到光辉冲销 抑郁的至尊面色变了 快速后退于躲避 一位至尊喝倒 你疯了 想同归于尽吗 一同被囚禁于此 孟天正一语步伐 向前而去 当心 他的发尘造诣格外高深 他躲避了过去 现在迈过了前方的险地 之前负伤 提着血色战己的至尊提醒 突然轰的一声 一股汪洋般的气息铺天盖地而来 十号看到后方有一人出手 手持一杆黑色的战毛向前刺来 超越时空 无所不能 无坚不摧 到了近前 轰隆一声 天地崩开了 这杆黑色的战毛太可怕了 将天穷结为两半 毛风洞穿苍羽 域外有星空暗带一片 混沌气沸腾 缠裹着黑色战毛 很难评估他有多么大的力量 十号发现 大长老捏法衣 积在这杆黑色的战毛上时 依旧有一股力量冲击而来 若是大长老自身完全没有问题 这是至尊级的正常波动 可以承受 可是被封在其洞天内的时候 绝对承受不住 因为至尊级联衣要席卷进其洞天中 下一刻 十号感觉一团朦胧的光裹住了他 并且他离开了孟天正的洞天 出现在近前 而后跟他一同进退 向远方端走 孟天正 哪命来 后方 有人大喝 那是至尊 追杀了下来 第1999集 来人速度不快 因为顾及森林中的禁止 与此同时 天兽森林深处 轮回池不远处 那里有一头古兽在复苏 眼皮跳动 即将要睁开 不好 他复活了 身为至尊 其感应与神爵等 何其敏锐 自然第一时间 觉察到了什么 大长老一声断鹤 脚下金光澎湃 一条大道 滚穿古森林 向着外界而去 抑郁的一位至尊吃惊 你竟精进到了这一步 并对这里的禁止有所了解 那头古兽属于九天十地 这里肯定跟他们有些关联 手持黑色颤毛的至尊冷声说道 孟天正成功突围 冲出天兽森林 另外两人脸色难堪 他们步履很慢 不能放纵自身快速行进 因为稍有不慎 就会出现大麻烦 呛的一声 然而 天神森林外 等待大长老的是 冰冷的一柄长刀 蓝蒙蒙的光辉闪耀 撕裂天语 恐怖无边 斩向大长老 外面 有至尊在守候 正等着他出来呢 同一时间 另外方向的两位至尊 第一时间出现 杀向大长老孟天正 这一次 共来了五位至尊 有两人进入天兽森林 其余三位都等在外面 形势极其不妙 当的一声 大长老拍击 长直璀璨 迸发出滔天神威 将长刀正开 直接向前杀去 他拼着遭了另外两人中 一位至尊的袭击 也选择突围 向地关方向而去 孟天正 你走不了 后方也传来大吼声 天兽森林中的两人 的确了不起 很逆天 同样挣脱出谷地 杀了出来 没有被囚禁在当中 这极其不妙 五位至尊都在外围 追杀孟天正 天兽森林中 一声售吼震动霸荒 然而让人吃惊的是 虚空中各种星辰碎片浮现 重新凝聚向一起 组成了一轮天日 这个景象十分惊人 这一次的吼音不是毁灭 而是复原了被打碎的太阳月亮灯 不过大长老无心去看了 大长老一步迈出星斗转动 山河失色 一下子就在数十万里外了 接着第二步迈出时 早已一百万里外 只是敌人同样强大无匹 同为至尊 速度怎么会很慢 全都追了下去 当大长老不断迈步 身在八百万里外后 终于见到一片大漠 正是边黄战场 抑郁的一位至尊说道 正是你的埋谷地 手持黑色绽毛的那个人 冷漠地说道 远离铁树森林 正好可以放开手脚了 与此同时 大长老也停了下来 他一身黄金战衣 照耀出漫天的赤圣光辉 躯体修成强健 面孔英俊无比 这是新年黄金时代的梦天正 他没有再走 我也正想领教 如果不杀上一两人 何以配成至尊战 你能杀谁 一人冷漠地说道 都在这个级数 号称至尊 皆有人道巅峰的实力 亦有绝对的自信 俐人更为直接 手提一杆黑色大毛 向前直去 冷冽气息扑面 大道规则浩荡 一人一毛利在那里 竟有开天辟地的气息 令浩瀚大漠颤厉 混沌汹涌 震慑人心 到了这个级数 的确不能言谁更勇 因为都是走到了 人道绝颠的生灵 站在同一高点上 俯视着人间 大长老无拘 依旧平静 下一刻他爆发了 气势不断提升 黄金战衣发光 如同烈焰冲销 金光席卷天上地下 至尊战何其恐怖 超越常人的想象 动辄就要震落域外的星体 毁掉无穷疆土 那手持黑色绽毛的 异域至尊一声长笑 天崩地裂 他手中的毛风 乌光大盛 先一步出手 向着前方刺去 毫无疑问 这一毛蕴含着绝世力量 冲向大长老的胸口 压得虚空爆碎 日月无光 混沌气澎湃 这一刻 大长老动了 轮动手中一物 揽木香 静止砸在毛风上 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在这个地方 沙浪逃天 古战场到处都是金色沙力 一望无银 满长岁月以来 很多志强者曾在此争锋 现在沙力阳起 如同邦阳一般 席卷向高天 更有实力冲向了域外 一些小行星 一些陨石被击中 一下子就干淡了 这个场面相当的惊人 至尊战波及太广 影响害人 出乎意料 这一击过后 又快速恢复了平静 数千里大沙漠死一般的枯迹 场中还是那几人在对峙 相互凝视 大长老孟天正立身在场中央 而那五名至尊则在盯着他 看着他手中的木箱 手持血色打击 就是这东西吗 果然不凡 那个最早出现在天寿森林 并最先于大长老交手的至尊开口 箱子很沉旧 但有朦胧光泽笼罩 而他刚才竟能硬汉至尊法器 却没有一点破损 足以说明他的奇异之处 强如至尊 也无法将他收起来 只能提在手中 但此时没有成长为大长老的雷坠 反而成为了一件不错的武器 当盾牌用很不错 十号焦急 他为大长老而忧 怕他出现意外 发生危险 因为正如异域的生灵所说 同为至尊 谁会比谁弱 都站在人道巅峰领域 对面依然冷声说道 斩大夺乡 刚才的一击算是再一次的试探 到了这一刻 彼此都心中有数了 再次出手 必将生死搏杀 将要血拼 大战终于爆发了 一瞬间 像是混沌猛兽咆哮 从开天时代复苏 将要出世 这个地方炸开了 沸腾了 轰隆一声 大沙漠裂开 蔓延无穷远 以万里为单位 黑色大裂缝一直在扩散 冲向天边 根本就不会知道 有多遥远 飞沙走时 星斗遥产 有大星速速坠落 根本不稀奇 因为这个级数的战斗 本就这么声势浩大 并且 大漠裂开 地下数不尽的枯骨浮现 在这里被波及 有的破碎了 有的是悬在半空中 这些都是历代战死的修士 有很多枯骨被埋在了大漠下 这一次 大战全面爆发了 轰的一声 一杆血色大脊 批来 正是在天寿森林最先出现过的那位至尊 曾被大长老击伤 当的一声 大长老徒手击在这杆血色战脊上 顿时有大片的火星蹦践 每一颗火星落在地面 都将沙漠化成数万里岩浆 这个景象有些甚人 但这就是至尊战 威力太大 远超其他境界的生灵 轰的一声 一个身穿黑色甲咒的人 以拳做兵器 向前轰击而来 大长老依旧是徒手对抗 同样用拳头轰了过去 结果两者间打到轰鸣 掀气爆开 各种规则碎片在那里翻涌 并且虚空中像是打了数百道惊雷般 震耳欲聋 发生了什么 远方 天兽森林那里 许多人都见到了一幅奇景 有神光冲霄 震落下域外的新星体 那是什么法器吗 不是 那是一个人的全盲划过的天地 进入苍宇 击穿了一些星体 有人解释 听到的人漠不面色惨白 那是何等可怕的力量呢 战场中 神光绽放身影交错 战斗太激烈了 仅这一瞬间而已 就对轰了千百击 第两千击 痴的一声 当那杆血色大脊压落 披向大长老孟天正的头颅 时他再次轮动烂木箱 真的将他当成了一面盾牌 当的一声 简单而暴力 他持木箱砸在大脊上 并且腾越而起 右手捏法印向前拍去 另外几人也出手 或施展祖术或动用兵器向前攻来 这很危急 都是至尊 这样一起向前杀法 大长老处境堪忧 一遇几名至尊的目标是烂木箱 要夺过来 并且要斩杀大长老 就在此时 天空中突然出现一股浩瀚危压 瞬间笼罩八荒 那种力量太磅礴了 震慑人心 大长老变色 感觉到了一股巨大的压力 可以看到 一个神秘袋子出现 松开袋口 发出成千上万缕霞光 要禁锢大长老 并将他收进去 掀起 乾坤袋 曾经属于九天 这东西出现了 看来抑郁很急迫 不仅五大高手启动 且催动这盖世法器 想在瞬间就拿下大长老 夺走烂木箱 不想发生任何意外 轰的一声 这一刻 大长老身前出现一张古图 浩荡开来 弥漫出无上威压 正是十戒图 孟天正驾驭这件志强法器 跟乾坤袋针锋相对 彼此间力量碰撞 不断扩散 呛的一声 又是一声颤音 抑郁的一名年轻至尊 祭出一件紫盈盈的小锤 他已残破 但依旧有可怕威压 这是一件半残的仙器 另一人冷声说道 还有一件 他祭出一个小火炉 只有拳头高 虽然不大 且满是裂痕 甚至许多地方都碎掉 残缺多年 但是依旧有纤维 这又是一件残破的仙器 因为有天渊族党 不朽难以过来 就是他们的无缺法器 也带不到这一边 唯有九天的法器 昔日残破的仙器等 才能通过 火炉一出 虚空燃烧 消耗的是天地精气 这片天穹居然被点燃了 并且向着域外扩散 一些大星被波及 场景极其恐怖 曾经的仙器 哪怕残缺了 依旧有盖世之危 天哪 那是什么 一颗又一颗星辰被点燃 向着沙漠坠落而去 要红杀一个目标 这是何等的大手笔呀 天寿森林附近 成片的高手惊叫 十号吼道 大长老接见 此时他被保护着 被包裹在一团朦胧的光中 与外界隔绝 不然的话 那种可怕的波动 足以将他粉碎 十号见到大长老陷入绝境 内心焦急 却无法帮忙 想到大罗见胎的不凡之处 他送向大长老 袭击能发威 争的一声 古剑清明 大长老接了过去 别人没有能阻挡 到现在他一手剑 他一手烂木箱 历时间豪情天纵 对面几人和吼着 镇压 催动掀气 镇压大长老 大长老一声轻齿 去 石界图已经飞天而起 撞向乾坤带 紫盈盈的小锤 以及那口火炉 大战激烈了 哗啦一声 大长老身上出现果实布 他燃有先王的血 此时也冲向高空 对抗仙气 仙气离手 在半空中对一只激战 结果形成一片光幕 将下方笼罩在内 很好 掀气发威 无意间形成一片虚空战场 开启了一个小世界 有人冷笑 因为这无疑 暂时束缚住了大长老 使之不能逃走 其他人喝道 杀 毕竟是五个人联手 催动仙气 令他们在天空中对峙 并交锋 结果极其恐怖 大长老孟天正 跟他们激烈交手 不断对抗 烂木香被打得砰砰作响 都是至尊 谁会比谁弱多少呢 故此 大长老的处境不妙 最起码在十号看来 情况有些糟糕 突然 大长老喝了一声 杀 浑身发光 伴着鲜雾 这让十号一阵 那气息跟他有些相近 好一个孟天正 不愧为当年走上那条路 并只差一点就成功的人 以身为种啊 你掌握了部分力量 这是抑郁生灵的评价 他们自然非常忌惮 难怪你就慌 你们竟一脉相成 都走在这条路上 有一位至尊冷漠的说道 并不担心 因为他们人数占优 神光冲销 宝树惊事 这个地方沸腾了 几大至尊生死 搏杀血栈到底 以身为种者 格外的强大 十号深有体会 而抑郁的年轻人因此而尝到了各种苦果 在以身为种这条路上 大长老虽然是途中发生了意外 险些死去 没有彻底成功 但终究是开启了一些门 肉身极度强大 轰的一声 有人拍向前去 结果谁都没有想到 大长老难以躲避时 竟直接吃了一掌 以后背迎击 而在这一刻 他借助这股力量突然加速 跟正前方的人对抗杀了过去 天地抖动 剧烈颤动 这个地方发出奇异的涟漪 预示着强者在决战 正面跟大长老突然遭遇 硬汗的人大吃一惊 因为发现大长老的手臂等 成为黄金色 强大的离谱 汗之不动 这时 跟贺无双所修炼的功法响起 一味至尊变色 贺无双 曾经得到过不灭经 在抑郁实力超凡入圣 极其恐怖 号称肉身不灭 强大至极 哄的一声 就在这一刻 大长老后面又挨了两掌 是另外两人的攻击 他嘴角一血 但是竟硬扛住了 而自己则在正面出手 金光滔天 施展出最强力量 震杀那个人 咳 查一声 最终 那人的血色战绩 竟被折断了 他以双拳相迎时 依旧遭遇大长老最猛烈的轰杀 不灭经 跟贺无双锁施展的 超凡一项吉祥 折等弱势拼命 再生死搏杀 大长老硬挨了后面几几 不顾安慰 跟正面的人血拼 不仅折断其战戟 还将对方的肉身打穿 惊向害人 噗的一声 血战大漠中 一番厮杀 大长老遭遇多次轰击 而他自己尽量躲避的同时 也在竭尽所能 专门血拼一人 血光滔滔 染红了苍穹 什么 那是 至尊陨落了 天兽森林那里 有人惊悚大叫 这是 国家喊明至尊的气息 他被人击杀了 天哪 怎么会如此 至尊陨落 这是大事 天兽森林外 一群人全都呆住了 感觉身体一阵寒冷 那是寒明至尊呢 屹立世间百万载 恶势人道领域 结果就这么逝去了 许多人都不敢相信 那太悲壮了 有多少年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至尊伤绝对是天塌地陷的大事 一群人短暂沉寂后 全部哀嚎 痛哭震天 遥远的战场 那里血光滔天 太刺眼了 染红整片苍鱼 那是至尊浑身 精血爆碎时的景象 哪怕过去没有见到过 现在也知道了 因为古书中有清晰的记载 预示着乾坤生变 我不信 寒明至尊所向无敌 怎么可能会死呢 至尊血已经横贯日月 即便我等不相信也不行 有人哀叹 心中震撼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种事情太恐怖了 至尊何其可怕 高高在上 拥有大威严 几乎快与天地同存了 有人狐疑 不对 至尊血漫天 怎么会没有星辰坠落 那种血一滴就可喘行 带着西记 希望那寒明无恙 因为那里有仙气对峙 形成一片长玉 开启了一个小世界 与大天地隔绝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